第1101章烈焰顶 至于我们满荒大陆的神灵 到底是什么原因消失 你也仅是猜测跟那神族有关而已 听到石峰这话 火焰神君玄机面露不悦之色 看来因为石峰说他仅是猜测 让他不爽起来 跟着 火焰神君冷然说道 神族之强大 远不是你们这些如蝼蚁般弱小的人可以想象 本作当年开始守护这个空间裂口 便一直在担心我们满荒大陆有此大劫 而如今 据你们所说我满荒大陆真神尽不存 正应证了本作当年的担心 正应证了你的担心 这一切 还不是全是你的猜测 石峰在心中暗自说道 他已看出这火焰神君因为自己先前的话而不爽 所以并没有将这话说出来 石峰心中在想 如果远古神灵 真因为远古之时那神族的侵略而陨落的话 那么这个满荒大陆 如今为何没有被那神族占领 这时 火焰神君望着石峰这些人 露出了一副不耐烦的模样再度开口 道 这片空间 曾经是一片武者历练之地 如今因为空间裂口已被封锁 你们快点离开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火焰神君说着 双目望向了前方远处 手中的火焰神剑高举 一剑劈砍而出 石峰几人顿时感应道 一股无形神秘之力在火焰神君的火焰剑下奔涌而出 一股无比炙热的热感从他们的身上穿透而过 然后急速奔向他们的后方 很快 在那个约三丈丈的空间裂口前方 一个巨大的火焰漩涡显现 结合火焰神君刚才的话 很显然 这是一个通往别处的通道口 应该是离开这片火焰之地的出口了 里门走 火焰神君拿件指向纳的火焰漩涡 以命令的口吻对石峰三人说道 石峰三人 即他们身下的四头大蛇 即可感应到一股绝强的威压朝他们压下 在这股绝强的威压中 甚至蕴藏着一股杀意 仿如他们如果胆敢违抗火焰神君的话 胆敢再不离开这里 火焰神君便要动杀手 走 石峰对着身下的四头大蛇一声低喝 四头大蛇巨大的蛇身 立即开始急速倒退 朝着那个巨大的火焰漩涡倒退而去 在火焰神君绝强的力量下 在这片火焰之地 他的命令便是一切 若不想听他的命令 若还想在这片火焰之地继续闯荡 或是进入这火焰绝枯下一层 除非拥有比这火焰神君更强的力量 没有 那就得服从 这便是这片世间的法则 奥立于四头大蛇之上的石峰 身形随着四头大蛇的倒退而也在急速倒退 双目一直凝视在前方的火焰神君身上 火焰 神君 石峰暗自一声轻难 这一刻 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紧跟着 四头大蛇带着石峰三人 猛然一个转身 狂猛地进入了火焰漩涡之中 石峰只觉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 只觉身躯被熊熊火海给包围 石峰连忙爆发出狂烈的暗黑色雷霆护助自己 而就在这时石峰的脑海之中忽然响起了一道极为冷漠的声音 火焰绝窟第二层考验通过 这道声音正跟石峰在第一层听到的那道声音一模一样 没有半分的感情色彩乃是远古大能留下的一道意念 就在那道声音刚落下没多久 随后又响起了起来 退出火焰绝窟 历经二层考验或烈焰顶 当忽然间仿如金属被一道巨力给敲响 剧烈的音波回荡天地 石峰忽然见到自己的前方浮现了一口巨大的三足大顶 整个大顶燃烧着炙热无比的熊熊烈焰 烈焰顶 石峰已经感应出这口烈焰大顶 挺接竟然在嗜血剑 还有曾经的大地神中之上 自己闯过了火炎绝窟第二层 这是一件品皆达到了二星半神之境的战器 好 烈焰顶 我即将步入二星半神境 这件二星半神战器 正好可以为我所用 石峰笑道 那炎族部落的族长炎烈 当年闯过火炎绝窟第一层 成功从五帝之境步入半神之境 炎烈之子炎伦 也闯过这火炎绝窟第一层 获得一朝一星半神战计 而石峰如今闯过第二层 获得了这件二星半神战器 石峰右手探出 朝着前方那的火焰大顶抓了过去 与此同时 一道森白色的符纹 已在他的手掌心浮现 当石峰一掌 猛然拍在了那的烈焰顶上 将手中那道森白色符纹 拍入到了烈焰顶中 符纹映入 这件无主的二星半神战器 很快便有了他的主人 微微颤鸣起来 石峰心念一动 巨大的烈焰顶 开始急速缩小 石峰一把将他抓住 血色光芒闪烁 将他吸入到了血石碑的空间中 而就在这时 石峰发现眼前的景象猛然间一变 他来到了一片火光通天 无边无际的空间中 这时 石峰扫视着四面八方 然后俯视向了下方大地 大地之上 一个个熟悉的火山口林立 密密麻麻 看到下方的这片景象 石峰已知 自己确实已从那个火炎绝枯出来 回到了外面的世界 下方那密密麻麻林立的火山口 正是被他灭足了的盐族剥落领地 嗯 这时 石峰忽然感应到身旁 又有一股炙热无比的能量传将过来 转过头 看向那黑袍人 此时此刻 黑袍人的手中正握着一柄熊熊燃烧的火箭 散发出不弱于自己那口烈焰顶的气息 又是一件二星半神战器 看来 自己获得了二星半神的烈焰顶 这黑袍人 同样得到了一件同等阶的战器 跟着 石峰又转过头 问过那火炎圣帝的圣子火玉 从那火炎圣帝出来 你获得了什么 听到石峰的问话 火玉道 一朝二星半神战计而已 火玉说话之时 一副无所谓 甚至不屑的表情 不过也正常 他的身份 乃是火炎圣帝尊贵的圣子 对于洛杉大荒的人来说 一星半神之物已是人人争抢 二星半神之物那绝对是绝世之宝 但是对于火玉来说 二星半神战计根本就看不上眼 他可是 三星半神战计都有修炼 第1102章回莽龙族 回归到了岩族部落领地上空 此刻虽为黑夜 但是在下方熊熊火焰的照耀 令得这片天地火光通天 石峰此刻的目光 在一次凝视向了大地之上 那座最为巨大的火山口 他们当时便是通过这个火山口 进入到的那的神秘的火焰之地 火炎绝枯 不过现在也没有必要再进入了 要想知道那火焰绝枯到底有几层 下面几层又有什么存在 除非自己拥有打败火焰神军的力量 才有资格探索 脑袋缓缓抬起 石峰望向了莽龙族部落的方向 心念一动 剩下的四头大蛇 闪耀起了一阵巨大刺眼的血色之光 很快血光变落下 四头大蛇已经消失不见 如今已经不需要再战斗 石峰便将这条四头大蛇 重新吸到了血石碑的空间中 这时 黑袍人的身形逐渐变得模糊 化为了一股黑雾 然后消失不见 他 再一次引入到了夜空之中 咦 这老头的隐蔽身法好诡异 竟然连本圣子都感应不到他的存在 就在黑袍人隐去身形之际 火玉发出一阵惊疑之声 说道 黑袍人说话 发出的是一阵苍老沙哑的老头声音 所以火玉自然而然地跟石峰当初一样 认为这是一个老头 而且这个老头躲在一件黑袍里面 整个人遮挡地言严实时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这是一个非常猥琐的猥琐老头 跟着火玉又开口猜到 这等身法 难道这老头是地狱的刺客 石峰早就发现 自从黑袍人得到老玉的传承后 这身法 确实已经越来越玄傲了 被称为 满荒大陆隐蔽身法第一的地狱刺客 他们的隐蔽身法 石峰见识过 与他们相比 如今的黑袍人 也是不成多让 走 随后石峰对着这火玉一声滴喝 身形朝着前方急速闪动而出 闪向了前方的夜空 石峰所闪向的那的方向 正是莽隆族部落所在的方向 离开莽隆族部落 大约已过去了五天 那张前往罪恶深渊的地图 想必那的莽虚 已经让人制作完成了 见到石峰身形闪动 又对自己说了一个走字 火玉就是心中再不情愿 也要跟着走 谁让自己 如今已受他掌控 他只要心念一动 便可以让自己遭受 生不如死的折磨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哎 火玉在心中一阵无奈的叹息 然后身形也是跟着一个闪动 朝着石峰急速而去的方向追去 网隆族部落 一间石头卧室之中 哀 一阵深深的叹息声在卧室中响起 发出这阵叹息的 正是网隆族部落的族长网须 网须此刻 正坐在卧室当中的石凳上 身前一张石桌 桌子上摆放着一口白骨铸成的茶杯 不过看网须此刻的模样 根本无心饮茶 阿爸 你这又是怎么了 网须的对面 坐着帽美帝少女 正是他的女儿常山 常山见到网须发出忧愁般的叹息 开口问道 哎 听到常山的声音 网须又摇头发出了一声叹息 然后开口 说 原本跟他说 前往格洛山让九藏大师制作地图 需要三天的时间 原本以为那个妖孽离开我们网龙族后 三天便会回来 如今 都已经五天过去了 始终不见他的身影 他可能不回来了 听了网须的话 常山美艳白皙的面容上眉头皱起 露出了凝重之色 说道 阿爸 会不会是我们走漏了风声 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将此事暗中传达给了公孙城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今后我们必然要遭到他的报复 我们网龙族将为已 我 我正也担心这样呢 网须道 跟着又说道 虽然说 此时我们隐蔽性做得极高 为了不走漏风声 我甚至亲自进入大荒城见公孙太印 但是公孙太印当时进入我们网龙族时 有些高调了 我还真怕他这么高调地到来会走漏风声 传入到那个妖孽的耳中 网须说着这话之时 面容之上的担忧已变得更甚 族长 就在这时时事之外 忽然响起了一名壮汉的呼唤声 什么事 进来吧 网须转过头望向石门方向 有些不耐烦地开口道 一阵轰鸣之声响起 网须这间卧室的石门被一双大手给推开 跟着一名网龙族的壮汉走入到了这间卧室之中 然后朝着网须走去 网须见到这人的长得粗狂的脸上 露着一抹慌张之色 那大汉一边走着 一边以粗大的声音对网须喊道 族长 他来了 他 谁啊 网须一时间没有从话里反应过来 皱着眉头问道 不过常山听到这个壮汉的话后 笑脸为变 他仿佛想到了是谁 网龙族壮汉继续开口 说 族长 是那个人啊 那个抢走了我们户族灵兽的那人 抢走我们 当网须说到这四个字时 脸色旋即一个惊变 壮硕的身躯都直接从石凳上站了起来 果然 常山发出了一声交呼 这时 他旋即面露笑意 对网须道 阿爸 你不用再担心了 而我们网龙族 即将便可以拥有一件半神战器了 哈哈 哈哈哈哈 网须脸上的表情 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跟着大笑了起来 好 实在是太好了 他回来了 而且还是公孙太印还在我们网龙族的时候 他回来了 网角 你快去将此事禀报给公孙太印知晓 我 我先去会会那个少年妖孽 哈哈 哈哈哈哈 蟒须说着说着 想起了将要获得一件半神战器 又兴奋地笑了起来 除了半神战器外 只要等公孙太印杀了那个人 那头被他强迫夺去的户族灵兽 也要回归自己的蟒龙族 随后 蟒须气风发 大笑着朝卧室外走去 那个蟒龙族壮汉旋即跟上 望着蟒须与那壮汉离去的身影 长山在心中一生清难 石丰 你自求多福吧 看在你我之间的情义上 看在你救过我一命的份上 待你死后 我就求公孙城主留你一句全尸吧 我会将你好好安葬 第1103章 公孙太印在线 落山大荒 蟒龙族部落之上 奥立着两道年轻的身影 正是石丰与火炎圣地的圣子火狱 而作为石丰奴仆的火狱 此刻身形稍稍地退在石丰的身后 而就在这时 一阵爽朗的大笑声 忽然在下方的蟒龙族部落中响起 哈哈哈哈 小石啊 你终于来了啊 我都等了你好天了 下方密密麻麻的石屋建筑群中 一道雪白色长发 身穿雪白色衣装的男子 从最高最大的石屋中走出 正是蟒龙族的族长蟒虚 蟒虚抬头望天 望着石丰笑着说道 此刻的蟒虚几日不见 原先见到石丰时的恭敬 已经荡然无存 回归了一族之常 意气风发之状 就连对石丰的称呼 都从迎变为了小石 蟒虚对石丰说完话后 顺便抬眼看了 看石丰身后那人 当他见到这个人后 忽然暗自一个惊心 这这个人年纪轻轻 竟然是一个他蟒虚 看不出修为的存在 若山大荒 什么时候又出了 这么一个妖孽 难道他 便是山巫族的神武 难道这石丰 果真是邪恶的山巫族人 望着上方石丰身后的青年 蟒虚在心中尼难道 不过接着蟒虚便释然了 如果他是山巫族天才神武 那就更好了 等一会 等蟒角通知了公孙太印 他便可以赶过来了吧 到时候 横横 什么山巫族天才神武 不过是过来给这石丰陪葬的而已 蟒虚 对于这片大荒的霸主公孙太印 那是有着绝对的信心 不仅他蟒虚 在洛山大荒 大荒城城主公孙太印 那就是绝对无敌的存在 对于那蟒虚忽然对自己小时的称呼 石丰眉头一皱 发现这蟒虚与之前面对自己时完全不同 跟着石丰开口 问那蟒虚道 本嫂需要的地图 你可否已经叫人弄好 自然弄好 听到石丰的话 蟒虚傲然回答道 跟着又说道 这么一点小事由我蟒虚亲自命人去做 自然是没有丝毫的问题 那便将那地图交给本嫂吧 石丰以命令的口吻 命令蟒虚 不过 五天前还对石丰唯唯诺诺 满是恭敬的蟒虚 此刻听到石丰的话后 脸上竟然露出了激疯的冷笑 对石丰说道 交给你 对石丰说出那三个字时 蟒虚缓缓地对他摇了摇头 然后又开口 说你现在 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而已 要那个地图也将无用 要么这样吧 待你死后 本组长就把那张地图烧给你 让你在九泉之下好用 嗯 听到蟒虚的话后 石丰的面色旋即跟着一朗 这个蟒虚这般模样 看来是找到靠山了啊 石丰已经感应到 下方地面不远处的一间高大石屋中 一道绝强的气息猛然升起 那股气息 充满了暴力与杀意 甚至让石丰觉得很是熟悉 应该在哪个地方见过 小孽种 达命来 紧跟着 一阵如暴雷般的猛然大鹤 想撤整片天地 回荡整个满龙族部落 通地一声报名 不远处地面散发着那股绝强气息的石屋 猛然爆破开来 密密麻麻的碎石漫天飞溅 灰尘弥漫 一道威武的金色身影 从漫天灰尘与碎石中飞射而出 朝着石丰气势汹汹地急速飞冲而去 公孙太映 见到那道气势汹汹杀来的身影 石丰冷然发出了冷喝 他总算明白了 那个猛龙族猛虚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底气 敢敢对自己说出那番话 石丰将目光从那公孙太映身上移开 再而望向了下方的猛虚 冷笑道 好 很好 猛龙族 看来本少真是小瞧了你这老不死的胆子 石丰此刻 已是对这猛虚动了必杀之心 自己曾经饶恕了他猛龙族 甚至那日这老不死的女儿身受重伤奄奄奄一席时 还是幸亏自己出手救的他一命 而如今 他竟然联合公孙太映要自己的性命 如此的扔江仇报 要是换作曾经的自己 在这片天地遇到公孙太映 那绝对是必死的局面 看来 自己还是太善良了 人善遭苟欺 网龙族族长网虚 面容依旧挂着满满的机缝 望着半空的石丰 对于石丰冷然的话语 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 那望着石丰的不屑目光 如同看待死人一般 对他来说 上方那个人已经是必死之人 一个将死之人 自己已没有什么好跟一个死人计较的了 网虚旨在期盼着 待这人死后 自己便可以被公孙太映赏赐一件半神战器 多少个日夜 网虚幻想着自己可以拥有一件半神战器 而如今 这个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 对于一些人来说 对于一星半神战器已经满满的不屑 如今的石丰就差不多如此 但是对于网虚来说 一星半神战器 这是他的梦 期盼了数十年的梦 公孙太映气势汹汹携冲而上 但是紧跟着 便有一道红色的年轻身影 不知何时挡在了公孙太映冲向石峰的轨迹上 红发冲天 红色战衣 正是火炎圣帝圣子 火玉 火玉望着公孙太映冲来的身影 面容之上浮现了往日的傲然之色 还有深深的不屑 而公孙太映这时才发现火玉的存在 威武的面容上 此刻忽然间一变 这个青年 年龄如此轻轻 竟然是跟自己同级别的存在 这到底是什么人 出现我落山大荒 而且好像 还是跟纳德杀自己儿子的小畜生在一起 这个小畜生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下方傲然站立于高大食物前的蟒虚 见到胆敢挡在公孙太映 飞行轨迹上的火玉 不屑地冷恒一声 哼 敢挡公孙太映的去路 简直是自寻死路啊 在蟒虚眼中 除了纳德时风已经是个死人外 这个红头发的青年 也即将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但是紧跟着 蟒虚却看到公孙太映飞冲的身形 在这一刻猛然间一顿 竟然如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 没有直接出手将纳德杀给击杀 顿时间一股不好的预感 在蟒虚的心头悄然浮现 第1104章太虚顶 李氏和人 洛杉大荒之主公孙太映 凝视着纳德党自己去路的火玉 面色凝重地开口问道 公孙太映虽然不认识火玉 但是火炎圣帝的圣子火玉 他定然是听说过 不过面对着这洛杉大荒之主公孙太映 火玉依旧是一副不屑与傲然的模样 道你管我是谁 要想活命的话 现在便给我跪下 火玉此刻没有爆出他的身份 不是因为他低调 他火玉 当时一箭石锋便爆出了他引以为傲的身份 他可绝对不是低调之人 只是如今他身份尴尬 无奈地成了那个恶魔的奴仆 要是被天下人知道的话 不仅他火玉要跟着丢人 就连他们火炎圣帝都要因为自己丢人 成为天下人茶余饭后的笑柄 下方密密麻麻的实屋建筑群 此刻已经出现了一个个满龙族战士 抬头仰望着上空 当他们听到那个红头发青年的话后 一个个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我没有听错吧 这个人对公孙城主说不想死的话便跪下 这人难道是个神志不清的疯子吗 你也听到了啊 我还以为是不是我自己听错了 原来他确实是说出了那般狂妄的话语啊 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是谁吗 可能他知道他自己面前的便是第一强者公孙太印 已知在他面前必死无疑 所以便开始胡言乱语了 想在临死前风光风光 我们等着瞧吧 看着人如何在公孙城主手中惨死吧 当火域的话一出后 落在一个个满龙族人的耳中 已经变成了无比狂妄的言语 一时间 满龙族部落中议论纷纷 如看好戏一般的看着他被公孙太印随手杀死 小子 狂妄 而当公孙太印听到火域的话后 发出了一声威严的冷喝 仿如红中被敲响 而这时 火域见到那公孙太印想要出手 他的右拳之上 率先爆发出了烈焰 然后简单粗暴第一拳 朝着公孙太印轰了过去 一股狂暴的烈焰从他拳头上轰出 烈焰 如红涛一般奔涌向公孙太印 这股力量 面对着火域轰来的一集 公孙太印旋即脸色一变 光火域轰出的这一集 让他更加意识到了这个人的不凡 下方的满龙族人 看到火域出手 看到半空之中的滚滚烈焰 感受着从上空笼罩下的炙热色浪 一个个的身躯 都不由自主地震颤起来 这是源自于灵魂的悸动 一张张张的粗狂的面孔旋即间大变 火域发动的一集 可是以三星半神战绩轰出的一集 他们这些满龙族部落之人 又怎能不心计 就连他们的族长满虚 此刻都是心颤不已 这 这股力量 这人真的是神无 这股力量 真的是二星半神之力吗 在那股强大炙热之力的笼罩下 满虚有些茫然与无助地说道 半空之中 公孙太印面对着火域轰来的一集 面对着滚滚烈焰面色已经变得极其凝重 双手已经成长 紧接着 公孙太印的双掌 朝着汹涌而来的火海狂猛拍出 顿时间 一股灰色诡异的光芒闪耀而起 一只庞大的卢顶 被公孙太印的双掌推了出来 卢顶一片灰色 六族卢顶之上 遍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古老玄奥符文 更有一团又一团仿佛火云形状的图案 散发着古仆荒凉的气息 仿佛源自于古老的岁月 通帝一声证明 灰色卢顶与那滚滚火海 猛然撞击在了一起 这难道便是我们洛山大荒的第一神器 太虚卢 必然不会有错啊 这就是我们洛山大荒传说中的太虚卢啊 这品阶 可是在三星半神啊 我们洛山大荒的人都知道 第一神器 乃是大荒城公孙城主的太虚卢 没想到 这便是太虚卢 太虚卢一出 下方的莽龙族众人 再一次惊呼声一片 太虚卢 传闻公孙太印早年前无意间进入一密处地获得 那处密地 有一面古人留下的古老灰色崖壁及这个太虚卢 公孙太印在那处崖壁下一座 便是三个月 感悟了一招二星半神战计 太虚掌 当日公孙家三公子与时风战斗之时 用的便是那招二星半神绝技 太虚掌虽然在二星半神级别 不过公孙太印获得的这太虚卢 可是实实在在的三星半神器 洛山大荒的第一神器 可可是那人发动的火焰之力 竟然在跟公孙城主催动太虚卢抗衡啊 这这人年纪轻轻 竟然有此实力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跟着 网龙族中又有人发出惊呼 只因那个红头发的青年 实力实在是太变态了 这人 这人不是神无 他到底是谁啊 而且那个时风 又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网龙族族长网虚 此刻都是愣愣地望着半空之中的战场 望了望满头红发的火域 又望了望了时风 一时间 网虚开始在心中后悔与不安起来 他甚至还想起来了 刚才那个红发青年 可是站在这时风的身后 就好像逼他一等 这等可以与公孙太映一战的爵士天骄人物 都站在他的身后 那么他的身份是何等的逆天啊 我网龙族部落 难道因为我网虚 而得罪这样的人物 难道就此步上沿族部落的后尘 要被灭族了吗 一想到这些 网虚心中一下子变得更加的不安与懊悔 最高最大石屋之中 长山透着窗口望着半空 此刻美艳的面容上双目瞪大 也尽是惊恶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公孙城主 这个人 刚才我还以为是这个人是时风的手下 刚才他 确实是站在时风的身后啊 可是 可是时风的手下 怎么能跟公孙城主一战啊 他应该被公孙城主轻易杀死才对啊 渐渐地 常山意识到 因为自己给父亲莽虚出主意 将时风的行踪告诉公孙太印 使得他们莽龙族 得罪了一个根本无法得罪的存在 第1105章惊恐的莽龙族 莽龙族部落领地 一双双的双目都凝视在了半空 哪里 此刻正爆发着他们生平未见的绝世一战 洛杉大荒霸主公孙太印 在洛杉大荒本就是如神话般的人物 像莽龙族的这些人 平时可是难得一见 更别说见到他与人的战斗了 但是却没有想到 洛杉大荒 他们的这个莽龙族部落领地 今日进出了一个可跟公孙太印一战的少年天骄 穷穷烈焰 还在与那太虚卢剧烈对抗着 持风的面色一片淡然 静静地望着那方战场 火玉 不愧为火炎圣地圣子 这战力 确实够猛的 呵 紧跟着 火玉也发出了一声爆喝 右手成掌 高高举起 一柄无比巨大的火焰战戟 从火玉掌中爆发而出 然后随着火玉手掌的动作 朝着那公孙太印猛然斩棘而下 他爆发的这道战技 竟又是一招三星半神战技 绝强力量的一击 公孙太印还在催动太虚卢抗衡火玉 刚才打出的烈焰 双手手印一直在变幻不停 这见到那巨大的火焰战戟 朝自己轰击砸下 变幻的手印不断加快 一道道掌印旋即拍击而出 密密麻麻的掌印 如狂风暴雨般 不断地砸在太虚卢上 嗡 顿时间 太虚卢猛然一阵 一阵剧烈的阵鸣之声 从太虚卢上响起 紧跟着 一股狂暴诡异神秘的灰色烈焰 旋即从太虚卢中喷涌而出 灰色烈焰一出 与太虚卢抗衡的狂暴烈焰 旋即被灰色烈焰焰烧成了虚无 随后 灰色烈焰化为了一道灰色火柱 冲天而起 朝着轰杂的烈焰聚己冲击而去 轰 两股可毁灭这方天地 可毁灭这方天地所有生灵的强大力量 猛然撞击在了一起 想起了暴明 仿佛天都要因这剧烈暴明而被震塌下来 空间 剧烈的震荡 下方的大地 都发生了猛然震动 好 好强的力量啊 身处剧烈晃动大地之中的莽龙族众人 一张张连空满脸的惊恶 在半空那两股撞击的力量面前 就感觉自己忽然间变得脆弱无比 渺小无比 只要那力量落下的话 便能将自己轰得粉身碎骨 紧接着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人们看到冲天而起的诡异火柱 与那柄巨大无比的烈焰战己 双双溃灭而开 自己打出的这一道攻击消失 这一次 火玉面向公孙太映的面目 那股傲然与不屑逐渐收起 渐渐地显露出了凝重之色 与公孙太映的这几下强强碰击 令火玉知晓了眼前的这个三星半神静强者 不同于寻常的三星半神 这时 火玉与公孙太映 两人仿佛约好了一般 很默契地没有发动下一波攻击 公孙太映率先开口 审声道 年纪如此年轻 修炼烈焰之力 连续两招发动的攻击都是三星半神战技 难道阁下便是火炎圣帝圣子 火玉 公孙太映的声音虽然不小 但已经在这片天地回荡开 下方的大地 由于半空的那两股绝强的力量消失 逐渐回归了平静 火玉 不过由于公孙太映说出了火玉两字 下方大地上的人群 确实在一次变得不平静了 什么 火炎圣帝圣子 火玉 一阵又一阵的惊呼声不断响起 火炎圣帝 在整个莽荒大陆 都是一个令人仰望的庞然大物 数一数二的强大势力 火炎圣帝圣子火玉 可是那个庞然大物 火炎圣帝的传人 这个青年被公孙太映说出如此惊天的身份 令莽隆族这些人 如何能不震惊 可是有人忽然意识到了一个惊天大问题 面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地大吼道 现在我们莽隆族部落 是站在公孙城主这一方的啊 我们现在正在与火炎圣帝为敌啊 大吼出这话的 买莽隆族辈分最高的那个老者 扣楼这身躯 看上去即将要老死了一般 上一次时封要他们莽隆族的户足灵兽 便是这个老头出生极力阻止 当这莽隆族老头吼出那番话后 他为自己的话越想越恐怖 苍老周八的脸孔上 满是惊骇之色 仿如见到了世界上极为恐怖的事物一般 啊 我们莽隆族正在跟火炎圣帝的圣子为敌 太书公说的没错啊 与火炎圣帝圣子为敌 也就意味着 我们莽隆族 是跟整个火炎圣帝为敌啊 不 不 不要啊 我们莽隆族部落 怎么能跟火炎圣帝为敌啊 纵然有公孙太印成主 但是我们整个洛山大荒的 所有势力加起来 都无法与强大的火炎圣帝抗衡啊 一阵又一阵的惊吼声 从莽隆族部落之人的口中大吼而出 一鸣鸣看似壮硕的硬汉 一张张粗狂的面容 脸上的惊恐之容已经越来越甚 怎 怎么会这样啊 火炎圣帝圣子 火域 莽隆族族长莽须 此刻即不想相信地望着上空之中的那个红发青年 就算他不想相信 但是这等年纪 修炼烈焰之力 又能与公孙太印抗衡 这个世上 除了火炎圣帝的圣子火域 又有何人谁有这般天赋 那他 他始风 又怎么会跟火炎圣帝圣子在一起啊 而且火圣子还为他出手 刚才还自降身份地站在他始风身后 他始风 到底是何等身份啊 莽须已经越想越恐怖 他回忆起刚才 始风面对他时所露出的那副冷然面容 那是对自己动了必杀之心 难 难道 我莽隆族 真的就此要毁在我莽须的手中 因为我莽须而要被灭族 莽须先前就在心中担心 越不想这件事发生 可是 这件事已离得他越来越近了 原本我莽须 或许可以结识一个出自庞然大悟的少年天骄 或许可以带着莽隆族 走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如今 如今 哎 他始风 他绝对是隐藏了他真实的身份跟名姓啊 我莽须 怎么就这么愚蠢 他竟然敢杀公孙元 我怎么就没想到 他为什么有杀公孙元的这个底气呢 第1106章火狱的老大 怎么会这样 始风 与此同时 莽隆族领地最高最大的时事之中 常山透过时事的窗口 愣愣地望着半空 望着那道年轻的身影 这一刻 常山只觉自己浑身变得贪软无力 一下子贪坐在了地面上 火炎圣地的圣死 都自将身份占于他的身后 那么他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无比 自己 自己竟然错过了这么一个人 曾几何时 自己曾想过 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嫁给黑鸭族天骄白牙 或是天龙族天骄龙线那样的人物 也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 白牙 龙线 他们这样的天骄人物跟他比起来 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啊 时风啊 时风 我常山 我已经发现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啊 一到到目光瞩目的半空之中 火狱听的前方这人的话 他竟然看出了自己尊贵的身份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 谁让自己天赋无双 闻名天下 自己就算在隐瞒 但是自己这无时无刻无形之间散发出的气势 又怎能隐藏地柱 既然已经无法隐藏 火狱便对那公孙太印傲然回到 正是本圣子 而正当火狱此话一出 听得火狱承认 下方莽龙族人又是哗然一片 就连公孙太印先前已经猜到了火狱的身份 如今听得火狱承认 还是暗暗地一声惊心 跟着 公孙太印的目光望向了火狱身后不远的时风 再而沉深问火狱道 敢问火圣子 您为何为他出手 一听公孙太印有此疑问 火狱真恨不得将这公孙太印给直接掐死 跟着 火狱对公孙太印冷然道 本圣子想为谁出手便为谁出手 还轮不到你来过问 要站便来站 火狱自然不会跟他公孙太印说 他的灵魂之中被这人打了印记 成为了这人的奴仆 既然今日有火圣子替他出头 那么在下 便看在火圣子的分子 饶他一命吧 公孙太印对火狱道 他自然不想与火狱为敌 听到公孙太印的话后 火狱转过了头转向身后的时风 像是在征询时风的意见 不过时风见到火狱转过头望向自己 眉头一皱露出了不悦之色 冷然说道 你看本少做什么 本少刚才是叫你杀他 你竟然这么久了还没有将此人斩杀 真是没用 真会给你火圆圣地丢人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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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风这话一出 顿时间一阵又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不断响起 这个人竟然敢对火炎圣地的圣子如此说话啊 竟然说文明莽荒大陆的天骄没用 这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人们顿时觉得 这个少年的身份更加的深不可测了 此时此刻 由于先前莽隆族半空爆发的强强之力 已经不仅只有莽隆族人在观战 远处的格格方向 都已经不断有人引涌动 公孙太印战火炎圣地圣子火玉 这个震惊的消息 很快在洛杉大荒席卷而开 而此刻 比火玉 比公孙太印更受人瞩目的 是那个说火炎圣地圣子没用的少年 很快 便有人认出了此人的身份 就是他 灭了整个盐族部落 杀了帝族族长帝罗 而且黑鸭族天才白牙的死 也是与他有关 听说他还杀了公孙家的三公子公孙元 种种事迹加起来 如今在洛杉大荒 已经没有人的风头比他更甚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就在公孙太印听到时风对火玉说的话后 忽然对这个少年忌惮起来 公孙太印先前可是没有见到 火玉站在时风的身后 原本只是以为这少年找了火玉做靠山而已 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此人的身份看来比火玉还要尊贵 可是如果比火炎圣地圣子的身份都要尊贵 那该是何等的身份啊 出自何等强大的势力啊 就在这时火玉面对着公孙太印 发出了一阵怒然大喝 我老大的身份尊贵无比 远不是你们这等人配知道 既然我老大想要你死 那么你就必须得死 到了如今这般地步 火玉也只有抬高时风神秘尊贵的身份 才不会贬低自己 而在这么多人面前 他自然不会称他为主人 称呼了时风为老大 怒喝过后 这一次火玉便如疯狗一般 朝着公孙太印急速冲击而去 双手猛然握拳 两个拳头之上 都爆发了猛然狂暴的烈焰 此时此刻 火玉真想直接将公孙太印给轰杀 都怪这个人 说了些废话 让那恶魔在大庭广众之下 出言教训自己 让自己颜面尽失 公孙太印见到火玉朝自己杀来 感应找火玉对自己流露出的强烈杀意 虽然说他不想与火玉为敌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一战是无法避免了 就算对方身份尊贵 但是他公孙太印 也绝对不是任人宰割的主 甚至 公孙太印在心头 浮现了杀人灭口的念头 如果真的注定要与火玉为敌 甚至跟那神秘身份的小子 无法化解仇恨 与他的仇恨 几乎已经无法化解 那么自己 变灭了这两个小子 然后尽一切办法 封锁消息 如今不远处观战之人越来越多 如果真要封锁这等消息的话 洛杉大荒绝对免不了 要进行一场大屠杀 碧江湿山遍野 血流成河 这一刻 公孙太印也已然动了杀心 双手在而成掌 一掌又一掌 不断地拍击在身前的太虚炉上 一时间张印连连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一阵又一阵的金属爆鸣声 不断地从太虚炉上响起 就在火玉即将到来之际 太虚炉上忽然爆发出了一道灰色的烈焰大掌印 朝着火玉狂暴地轰了过去 喝 突见灰色烈焰大掌印轰来 火玉再而一声爆喝 燃烧着火焰的双全爆轰而出 轰在了那个灰色烈焰大掌印之上 原本狂暴轰击的灰色烈焰大掌印 在这一刻猛然间一顿 紧接着便在火玉的双全力量下溃散 东屋一阵比之先前更加剧烈的爆响响起 公孙太印看似拼尽全力的一掌拍在太虚炉上 直接将太虚炉拍出 撞击向了火玉 第1107张时封突破 面对着太虚炉顶狂暴撞来 火玉凝聚全力的一拳 猛然爆轰在太虚炉上 东屋剧烈的爆鸣又响起 火玉的一拳已经将太虚炉轰退 不过他的身形也跟着退了一退 不远处虚空中的石峰望着那方的战场 他一看出一时间胜负应该难以分出 石峰开口一生轻难 也是时候突破了 就在这时石峰的心念猛然间移动 顿时间天地之间忽然风云变色 狂风大作 又树然间 苍穹之上一个无比巨大的黑色漩涡显现 当苍穹之上忽然出现那个巨大无比的黑色神秘漩涡 顿时间一道到原本凝视公孙太映于火玉大战的目光 旋即被那黑色漩涡吸引了过去 不少人觉得 这道黑色漩涡 看上去竟觉得无比的熟悉 这道黑色漩涡 好像便是当日出现满腰山脉的那道神秘黑色漩涡啊 它怎么又在这里出现了 有人忽然见到笼罩天地的巨大黑色漩涡 惊呼道 紧接着 惊呼之声一阵一阵 这个当日出现于满腰山脉的黑色漩涡 曾经也是洛山大荒瞩目的焦点 远处原本的违战之人 如今也大都一个个仰望苍穹 惊声道 当日这怪异的黑色漩涡在满腰山脉出现 降下黑雷 曾有无促强者前往满腰山脉探索 但是那些强者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遇到了什么存在 据我所知 过去了这么多天 没有一人回归 全部都已经不知所踪 曾有传言 当日那出现满腰山脉上空的黑雷 乃是远古时期 不死魔神渡劫时上苍所降下的灭魔黑雷 灭魔黑雷一现 那便意味着 绝世魔神出世啊 可是我们这片地狱 怎么又会出现这个黑色漩涡呢 这到底是什么征兆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啊 难道我们落山大荒 真有绝世魔神出世 大劫将至吗 一阵阵惊讶的议论之声 不断地响起 人声鼎沸 轰 紧跟着 一阵仿如苍穹都要被炸得破碎的雷鸣 从苍穹之上响起 仿如上苍发怒 一阵暗黑色雷光从那黑色漩涡中闪现 闪耀整片天地 整片天地都瞬间被染为了一片黑色 天地之间出现的奇异异象 这时候 身处这片区域的人 已经开始人人抬头望天 就连激烈相斗 仍未分出胜负的公孙太映及火域 在一次猛然撞击下 双方都震开了对方 然后默契地没有再出手 抬头仰望苍穹 当公孙太映一箭上空之中出现的黑色漩涡之时 旋即沉生一喝 嗯 灭魔雷姐 跟着 公孙太映低下了头 望向了奥利远处虚空的石峰 早在妖神陨帝 公孙太映便与黑骄 古厄山少女 认出石峰当时爆发的暗黑色雷霆 便是传说中的灭魔黑雷 望向石峰的这一刻 公孙太映已经感应到 此人此刻的气势 正在急速攀升 这是要突破的征兆 此人杀了我人 又遭过我追杀 我与他之间的仇恨 本就无法化解 当日在那处远古遗迹 他以一星半神之境 瞬间灭杀了三头二星半神境的大妖 不死魔体 逆天般的存在 既然无法化解仇恨 既然他想要我公孙太映的性命 那么不管他出自什么势力 何等身份 都必须得死 出道最后一句之时 公孙太映心中意狠 这时身形旋即一个闪动 消失 嗯 就在这时 石峰眉头忽然一皱 他已感应到 那个公孙太映 已朝着他急速挪移而来 一声怒喝声 旋即从石峰的嘴中怒喝而出 火玉 你到底在搞些什么 啊 听到石峰的怒喝 火玉猛然惊醒过来 仰望苍穹的头低下 心中暗叫一声 不好 他已知晓石峰为何发怒 那个公孙太映 已趁着他刚才抬头望向苍穹之时 朝着石峰急速顺移过去 此刻甚至已经一到了他火玉的身后 火玉猛然间转身 追向了公孙太映 轰 而就在这时 苍穹之上那道巨大的黑色漩涡之中 忽然降下了一道狂暴无比 剧烈无比 仿如要毁天灭地的暗黑色雷霆 将蒙龙族部落领地的整片中心区域 都给笼罩其中 仿如一根暗黑色的晴天巨柱一般 砸落大地 这 这雷霆 正降落我们蒙龙族部落领地 跑 快跑啊 蒙龙族领地之中 蒙龙族众人见到上空降落而下的暗黑色雷霆 惊叫纷纷 连忙如鸟兽散 向着四面八方飞退 怎么会这样 这暗雷色雷霆 不是远古传说之中 上苍降下来毁灭远古不死魔神的灭魔黑雷吗 为什么会降落我蒙龙族部落 为什么啊 我蒙龙族部落 又没有不死魔神 蒙龙族族长蒙虚依旧抬着头 此刻的他瞪大着眼睛 面对着那降落而下的巨大黑雷 身躯战斗不已 心计不已 紧跟着 蒙虚的目光 无意间再次落在了那道年轻的身影上 他此刻忽然感应到 这道年轻身影上的气息 正在不断攀升 莫 莫非 一下子 莽虚的双目睁得更加大了 看着都仿如即将夺框而出 面容上的表情 已变得更加的震惊 他 他正在突破境界 他在突破境界 而天上降下了灭魔黑雷 这这么说他是 传说中的 不死魔体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往虚一时间 根本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 这个人的肉身 竟然乃是远古传说中 不死魔神才拥有的不死魔体 这个消息 比他知道那个少年的身份 比火欲尊贵还要震惊 死吧 向着石峰急速挪移的公孙太映 此时自然早已感应到了苍穹之上降下的黑色雷霆 不过黑色雷霆落下 还需要一瞬之间 公孙太映便趁着一瞬之间 太虚鲁已然朝着石峰轰了过去 而公孙太映此刻的面容之上 露出了凶狠怒然之色 再而喝道 你这孽婿 今日必须得死 谁也就不了你了 第1108章魔神出世 天下大乱 你这孽婿 今天必须得死 谁也就不了你 公孙太映面露凶狠之色 将太虚鲁猛然推出 轰向石峰 哼 公孙老狗 想要本少性命 你倒是真会想 本少岂能让你公孙老狗如愿 见得公孙太映推动太虚鲁轰来 石峰冷恒出声 对着公孙太映冷冷说道 石峰的心念 早已移动 与此同时 一道巨大的血色之光 在他的身下闪耀 雀光旋即落下 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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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又一阵凶兽的怒吼声响起 巴黎神蛇的四道分身显现 刺头大蛇身后的四色蛇尾 已闪耀起了璀璨的四色光芒 然后猛然一个摆动 咚 四色蛇尾猛地抽在了太虚鲁上 发生了一阵轰鸣 紧跟着 太虚鲁便被四色蛇尾抽飞了出去 这 这是什么 公孙太硬 见到忽然出现的四头大蛇 一个蛇尾摆动抽飞太虚鲁 双目一睁 立即跟着一惊 而这时 四头大蛇猛然一动 朝着公孙太硬扑腾而去 这一刻 前有四头大蛇 后有火炎圣地圣子火狱 上有面膜黑雷 齐齐朝着公孙太硬轰去 不过此刻的公孙太硬 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了 那道轰下的暗黑色雷柱上 这面膜黑雷中蕴藏的雷霆毁灭之力 就是他公孙太硬 都感觉到星际无比 公孙太硬的身形连忙一个闪动 力退 与此同时 他朝着那仍旧朝他杀来的火狱喝道 火狱 上空降下的乃是面膜黑雷 你堂堂火炎圣地圣子 难道想跟我公孙太硬同归于境不成 听到公孙太硬的话 火狱一个愣神 跟着 旋即放弃了对公孙太硬的追击 盛行一个急速闪动 朝着后方急速瞬移 火狱也开始躲避虚空降下的绝世雷霆 面膜黑雷 他自认为身份尊贵 他公孙太硬十条性命都不及自己 自然不会跟他这卑贱之人同归于境 公孙太硬不断地急速移动 而那四头大蛇 还在急速地追向公孙太硬 而那一方奥利半空的石锋 抬头望天 暂时将外界的一切事物抛之脑外 此次一心半神进步入二心半神之境 石锋很明显地感应到 此次降下的面膜黑雷 根本不是曾经所能相比 而就在这一刻 狂猛轰落而下的暗黑色雷柱 狂暴地轰在了石锋的身上 巨大狂暴的黑色雷柱 转瞬之间 便将石锋那看着渺小无比的身躯给吞噬 紧跟着 暗黑色雷柱继续朝着下方的满龙族部落领地下落 大片的石巫群 转瞬之间便被巨大的暗黑色雷柱给吞没 通龙龙龙龙龙 通龙龙龙龙龙 一阵阵剧烈的轰鸣声不断地暴响而起 仿佛大地在不断地痛苦呻吟 不断地剧烈摇晃 他 他被那道暗黑色雷霆给吞噬了 灭魔黑雷 灭魔黑雷啊 那个人 难道说 这传说中的灭魔黑雷 是为他而降 他 拥有传说中的不死魔神 新一代的不死魔神 不死魔体 那可是逆天魔体 就因为太过逆天 就连上仓都要降下灭魔黑雷将之毁灭 在万众瞩目之下 人们已然看到那个这段时日风头正盛的少年 被灭魔黑雷所吞噬 刚停下没多久的阵阵惊呼声 再而响起 今日真是有太多出人意料的大事了 而这些大事竟都跟那一个人有关 人们也纷纷响起 原本还算平静的落山大荒 好像就因为这个人出现后 到的现在便没有安宁过 那一夜 严族部落传出 严族部落出现了一名年轻的山巫族少年 严族族长严烈与他一战 都受了歇伤 没多久 又传出了帝族部落少主第一 被邪恶的山巫族少年所杀 大地神中被那邪恶的山巫族少年所得 之后又是满腰山脉线黑色漩涡 黑色雷霆 无数武者过去后一探究竟 到的现在却音讯全无 生死不知 估计已经凶多吉少 在之后 非亚族少主白牙被杀 公孙家三公子公孙元被杀 严族部落被灭 帝族族长帝罗被杀 种种事迹加起来 竟然都跟那一个人有关 如今 他还以他逆天之身 引下这传说之中的面膜黑雷 此人自从出现我们落山大荒之后 我们落山大荒便没有安宁过 难道逆天魔神出世 注定将不安住吗 上古时期便有预言 魔神出世 天下大乱啊 人群之中 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望着前方那狂暴的暗黑色雷霆 满是皱疤的老脸上 露着极度的惊恐之容 吼道 吼吼吼吼 这时 又是一阵又一阵的凶兽怒吼声在天地间响起 吼出这声音的 自然是那也已经从面膜黑雷下飞腾而出的四头大蛇 此时此刻 四头大蛇的四色蛇尾 再一次猛然摆动 朝着那公孙太映狂猛的甩急而去 开 公孙太映先前便已见识过这条四色蛇尾的力量不凡 如今见到那庞大的四色蛇尾再一次攻来 双掌在一次猛拍身前的太虚卢 这一次在公孙太映双掌的猛然拍击下 太虚卢的卢盖 直接冲天飞起 一股磅礴的灰色烈焰 不断地从太虚卢中喷涌而出 转瞬之间 公孙太映所在的这片虚空 变化为了熊熊灰色火海 就连公孙太映的整个身躯 都已被灰色火海给淹没 闪耀着四色璀璨光芒 向着它甩去的四色蛇尾 猛然甩入到了那灰色火海之中 而公孙太映的后方 那个同样从面膜黑雷下逃出的火域 再一次朝着公孙太映冲杀而去 先前 他便惹得那恶魔不快了 火域可不想 再遭受那恶魔惨无人道的折磨 而这时 那只先前冲天飞起的太虚卢卢盖 这一刻 竟然朝着斜下方飞旋斩棘而下 正朝着火域斩棘而去 太虚卢卢盖在急速飞旋之下 轰地一声 狂暴的灰色烈焰 从那卢盖上爆发 灰色烈焰越烧越烈 短短瞬间 变化为了一道庞大狂烈的灰色火焰漩涡 散发着神秘强大的气息 卷杀向火域 面对着斜上空席卷而下的火焰漩涡 火域原本冲向公孙太映的身形旋即一顿 面露凝重之色 它已感应到 那个灰色火焰漩涡的一击 完全不逊于公孙太映先前发动的任何一道攻击 甚至比那些攻击都要强大 第1109张雷柱 狂暴毁天灭地般的灭魔黑雷还在降着 暗黑色巨大雷柱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开 网龙族部落领地的食物群 不断地被暗黑色雷柱给吞噬 不断地在大地剧烈的晃动下而倒塌 这个网龙族部落领地 如果等暗黑色雷柱消散后 定然已成为了一片废墟 如今这片天地之间 除了远古传说中的灭魔黑雷外 另一方狂暴的战场 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公孙太映的身形已经进入到了灰色火海之中 一条神秘诡异强大的四头大蛇 再一次摆动着庞大的四色蛇尾 猛然甩入灰色火海之中 另一方火焰圣地圣子火玉 面对着狂暴轰下的强大灰色烈焰大漩涡 面色肃木 双手截跌了一道玄傲的火之手印 紧跟着一道道细小如火焰般的符纹 不断地从火玉身上飘出 密密麻麻缭绕于他周身飞动 随后火玉一掌斜轰而上 那些密密麻麻的火焰符纹 在火玉的这一掌下 如狂风暴雨般疯狂席卷而上 飞射向那轰下的灰色烈焰大漩涡 密密麻麻的火焰符纹 转瞬之间 便与那灰色火焰大漩涡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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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方 四头大蛇的蛇尾 不断地扫入灰色火海 除此之外 四个凶恶猙獰的蛇头 不断喷吐出红色烈焰 黄沙风暴 蓝色冰雹 紫色雷霆 与四色蛇尾一同 朝着那灰色火海狂猛攻去 哼 灰色火海之中 发出了一阵公孙太阴沉闷的横声 随后 灰色火海化为了一个烈焰俱全 朝着再一次挥打而来的四色蛇尾目轰而去 永动而来的红色烈焰 黄沙风暴 蓝色冰雹 紫色雷霆 旋即便被烈焰俱全给轰得灰飞湮灭 灰色烈焰俱全轰出之后 显现出了公孙太阴的金色身影 还有此刻依旧悬浮在他身前的太虚炉 轰 前方 灰色烈焰俱全已经跟那四色蛇尾 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强大的四色蛇尾 可相当于三星半神静强者 发动三星半神战绩的权力一击 竟然被那灰色火焰俱全给挡了下来 紧接着 公孙太阴又是一掌掌拍打太虚炉 太虚炉中在而喷涌出棒骨的灰色烈焰 烧向四头大蛇 对四头大蛇发动这波灰色烈焰之后 公孙太阴转过了身 望向了不远处的火域 砰 那方也是发出了一阵的暴鸣 火域的身躯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震的倒飞了出去 不过在火域的强大火焰之力下 那个庞大的灰色火焰漩涡 也已经被阵灭 再一次显露出了太虚炉的炉盖 虚 而就在这时 公孙太阴再而沉生低喝 一掌朝着那个太虚炉炉盖拍出 一道看似古老雪傲的古老符文 从公孙太阴的掌心射出 朝着太虚炉炉盖急速飞射 当一声翠鸣符文射入太虚炉盖之中 紧跟着太虚炉盖再一次急速旋转 再一次化为了灰色烈焰大漩涡 再一次卷杀向火域 这 这公孙成主不愧为我落山大荒第一强者 太虚炉 不愧为我们落山大荒的第一神器啊 望着那方公孙太阴 火域四头大蛇战场的舞者们 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火炎圣地圣子火域 那是文明天下的天骄人物 他与那条神秘的四头大蛇前后联手战 公孙成主 而公孙成主此刻 竟然还未落于下风 公孙成主 果然强大 不愧为我们落山大荒的霸主啊 这四头大蛇 我怎么觉得越看越眼熟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可就想不起来 到底在哪见过这么一个四个头的蟒蛇生物呢 难道是在古籍 古圈 古画里 是蟒龙族的护族灵兽 那条黄色大蟒啊 现在多了三个头 而这时 有忽然认出那四头大蛇的人 惊讶无比地大呼道 他可是记得的 蟒龙族的那条护族灵兽 不过在一心半神之境而已 但是这多了三个头后 竟然变得如此强大 可跟公孙太印一战 蟒龙族的护族灵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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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面的那道声音响起之后 跟着四面八方 惊呼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一头一心半神境的大腰 长出三个头后 竟然强悍到这种地步 这时变异进化了吗 而这时 一道道目光 望向了蟒龙族人群那边 蟒龙族部落的领地 不断地被暗黑色雷霆破坏 他们的食物 在不断地载倒塌 蟒龙族众人 早已逃出 此刻在族长蟒虚的带领下 集聚在了一处的虚空之中 我们的护族灵兽 他竟然是如此的强大啊 哎 真不该 真不该将那护族灵兽 交给那个人啊 一道道抱怨的声音 几度后悔的声音 在人群中响起 如今他们的这头护族灵兽 可是可以与公孙太映一战的存在 很多人认为 要是他们没有将这头护族灵兽 交给那个少年 那么今时今日 这强大的护族灵兽 就是他们的了 有了如此强大的护族灵兽 那么他们蟒龙族 将走上前所未有的巅峰 是啊 这护族灵兽乃是我们 蟒龙族世代相传的灵兽 仙族族既然将它传下 必有深意 原来真的大有深意啊 可是 可是如今 哎 我们真是愧背仙族啊 我们蟒龙族 这是错过一场多大的造化啊 世代守护这护族灵兽悠久岁月 眼见便可见到 他化为这强大的四头灵兽 可是却交给了那个人 蟒龙族族长蟒师 听的人群之中的那一阵阵抱怨之声 脸色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看 越来越阴沉 那些人虽然没有明着喊出声怪自己 但是那话里透出来的意思 却已经是很明显了 蟒虚已经将那些说话之人 暗暗记在了心里 日后 有他们好看的时候 这时 蟒虚沉声一喝 这户族灵兽 在我们蟒龙族已有数千年 一直就是那样 而落在那个人的手中 才那几天 便强大到了这般地步 而你们真以为 这灵兽如果再在我们蟒龙族 待上那几天 便可以变得像现在这样强大了 第1110章 自作聪明害死人 你们真以为 这灵兽如果再在我们蟒龙族 待上那几天 便可以变得像现在这样强大了 蟒虚的沉声喝声 才令得蟒龙族众人 一个个闭上了嘴 他们从蟒虚的话里 蟒虚的话语中已经听出来 他们的族长大人 怒了 听得蟒龙族众人闭嘴 蟒虚的脸色才渐渐跟着缓和了许多 抬起头 再而忘了忘自己的蟒龙族部落领地 忘了忘那个正在毁灭自己家园的暗黑色狂暴雷霆 蟒龙族领地 算是彻底诋毁了 不过蟒龙族的根基还在 只要自己与这些蟒龙族族人们还活着 那么 家园迟早可以再建立 山人 往虚右手掏出了一块透明色的金石 低下头看了看 跟着暗暗地输了一口气 自己的石屋 有一条可以从地底迅速撤离的通道 而这颗透明的金石 便是女儿长山的灵魂石 如今灵魂石完好无损没有破碎 已说明女儿长山已经从石屋中安全撤出 已经避过了那狂暴的暗黑色魔雷 感应着身后此刻还是一片寂静 蟒虚在而沉声一喝 蟒龙族所有族人听本族长号令 撤 蟒虚的声音 再次在蟒龙族人群之中响撤而起 这是蟒虚下达的一道命令 威严而不容任何人拒绝 如今 趁着那个少年还被面膜黑雷吞没 趁着火玉还有那四头大蛇 还在与公孙太影激战 蟒虚准备带着蟒龙族所有族人撤离 离得这方天地越远越好 还身处于这片天地 蟒虚就越来越感觉到心神不住 什么梦寐以求的一心半神气 蟒虚早已抛出了脑外 还是逃命最为要紧 只有活下去 才有未来跟希望 而在蟒虚的这一声令下 蟒龙族全有族人其声应喝道 是 他们这些蟒龙族人 也很清楚自己如今的处境 他们蟒龙族如今得罪的 可是比火炎圣帝圣子更尊贵的人物 还拥有传说中的逆天魔体 不死魔体 跟着蟒龙族牵渝人 身形齐齐转身 开始撤离 不过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冰冷无比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间响起 蟒龙族老不死的 本少同意你走了嘛 你这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的狗东西 今日 你必须得死 日后 凡是你蟒龙族人 本少见一个 杀一个 身处这片天地的人们已经听出 这冰冷无比的声音 竟是从那狂暴的暗黑色雷柱中发出 此人的身体 还在那狂暴的暗黑色雷霆之中 遭受着暗黑色狂雷的毁灭 真是很难想象 这面膜黑雷中 如今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但是这回荡天地的冰冷声音 不像是在遭受痛苦 遭受着毁灭的痛苦声音 紧跟着 一道道的目光 往那正在撤离的蟒龙族众人望去 当蟒龙族族长蟒虚听到那道冰冷的声音后 旋即便感应到 一股无形冰冷的杀意 忽然从天而降 将自己给笼罩 不好 蟒虚旋即一个心惊 只觉浑身上下一片冰冷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 在他的心头浮现 紧跟着 蟒虚的身形连忙一个急闪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他以拼尽浑身之力 催动身形 以平生最快的速度进行挪移 哼 想跑 本少说了 你这老不死的 今日必死的死 就当天地之间 在一次回荡起这道冰的声音时 忽然之间 只见一条暗黑色庞大的雷龙 从那巨雷黑柱中奔腾而出 黑色雷龙张牙舞爪 满是猙獰 似在张大龙嘴咆哮 然后朝着蟒龙族所在的那片虚空 急速飞腾而去 飞腾的暗黑色雷龙 在他的急速之下如奔雷一般 不过瞬息之间 便到达了前方远处的那片虚空 不 不要 啊 旋即之间 一道带着极度恐惧的吼声 从远处虚空之中响起 那道声音 正是刚才顺移逃离的蟒龙族组长 蟒虚的声音 尽管蟒虚拼尽全身之力 以他平生最快的速度进行逃亡 但是那条黑色雷龙的速度比他更快 当蟒虚感应到身后有一股极为强大的能量 正在快速接近时 便转过头一看 紧接着便看到了那条飞腾在他身后 张牙舞爪似要将他吞吃了的暗黑色雷龙 在那条暗黑色雷龙的威压之下 身为一心半神静的蟒虚 竟然生不起一丝的反抗之力 他已知道 自己与那条暗黑色雷龙的力量 根本不属于一个级别 望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暗黑色雷龙 蟒虚瞪大了双眼 露出极度惊恐的面容 发出极度恐惧的吼叫 这一刻蟒虚已知道 自己已经难逃一死 我 我好后悔啊 临死之前 蟒虚心头浮现的还是满满的悔恨 真是自作自受 因为自己的贪婪 因为自己有眼无珠 而走上了此刻灭亡的道路 假如 蟒虚脑海之中刚浮现了假如两个字 紧跟着 他的身躯便被那条庞大的暗黑色雷龙给吞噬 这个世上 没有假如 他蟒虚 也来不及假如 蟒龙族族长 一心半神静强者蟒虚 陨落 不 阿 阿爸 阿爸都是我害了你啊 长山情绪失控 失声痛哭了起来 蟒虚能有这番下场 主要还是他当日为蟒虚出谋划策以为那个少年 不过是一个来自偏僻角落的舞者 以为只要公孙太映出马 便可以瞬间将他秒杀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这少年不但身份崇高尊贵 就连那公孙太映都得罪不起的存在 长山知道错了 他在心中痛悔 他在痛责自己 这一刻 他恨透了自己 都怪自己当日自作聪明 而害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阿爸 乌乌阿爸 山人对不起你啊 第111章冲天火柱 不败太映 哼哼 本座今日步步退让退让 而你们却如此咄咄逼人 那就别怪我公孙太映不留情面 大开杀戒了 天地之间 在而响起了洛杉大荒之主公孙太映的冷喝之声 战到现在 公孙太映却是越战越猛 越战越显强大 刚开始时 公孙太映催动太虚弩 不过是与火玉打成了平手而已 而如今 他与火玉四头大蛇站上 都丝毫未落下风 另一方 莽龙族族长莽虚的死 人们很快便在心头淡去 莽虚虽为莽龙族部落的异族之长 但是在洛杉大荒 最不缺的 便是像莽龙族这样的部落 族长莽虚死了 此时此刻 一个葛妖禅大蛇的莽龙族粗狂壮 不断的拼命逃亡 莽虚一死 其实对于莽龙族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打击 在这个肉弱强食的世界 他们莽龙族连一星半神强者都没有了 那么他们这些莽龙族人们的命运 堪忧 有不少人 已经暗中盯上了这些逃亡的莽龙族壮汉们 这些人 一个葛修炼肉身 身躯无比的壮硕 作为挖矿或其他一些重体力活的奴隶 将会极为合适 而如今的莽龙族 谁会去管他们的死活 去管他们的下场 一些身形已经在暗中闪动 朝着拼命奔逃的莽龙族壮汉们追了上去 画面还是回归狂暴激烈的战场那边 公孙泰印爆发冷喝之后 长发怒张 根根发丝冲天而起 双手都跟着长爪 在虚空中不停地抓动 仿如魔爪乱舞 此时此刻 公孙泰印身前的太虚炉 炉盖依旧大开 炉中灰色烈焰冲天而起 直冲苍穹 天地之间 除了远处那道狂暴的暗黑色雷柱之外 又多了一道灰色火柱 黑色雷柱最上方 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然而此刻灰色火柱的最上方 竟也是一个漩涡 一个庞大的灰色火焰漩涡 那个灰色火焰漩涡 乃是太虚炉的炉盖化成 公孙泰印 不愧为一片大荒的第一霸主 天赋卓绝 他以那面膜黑雷 悟出了以太虚炉催动的另一杀招 此时此刻 火玉与那四头大蛇 正一左一右 朝着公孙泰印狂猛奔杀而来 火玉已经浑身化为了熊熊燃烧的烈焰 四头大蛇身上闪耀着璀璨的四色光芒 面对着强强再度攻来 这一刻 公孙泰印双爪已经停止在虚空抓动 右手凝结剑指 一指刺向苍穹 沉生大喝道 太虚天火 毁灭一切 唯武公孙泰印者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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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泰印的话音落下之后 王子不断地回荡于天地之间 而那冲天而起的灰色火柱 在公孙泰印王霸的气势之下 也散发出了狂霸的气息 这一刻 朝着四面八方 猛然席卷而开 急速扩散 公孙泰印如神魔般挺立的威武身躯 都转瞬之间被那扩散而开的灰色火柱给吞噬 狂猛奔杀而来的火玉与四头大蛇 也是瞬息之间 受到了灰色火柱的席卷 被卷入到了灰色火柱之中 这时 远处观战的众人 见到如此强大的冲天火柱 一阵阵的惊呼声又响起 这这公孙城主 这第一神器太虚卢 也实在是太强大了吧 是啊 没有想到 公孙城主催动太虚卢 竟然可以跟火源圣帝圣子 还有那强大的四头大妖一战 而且 而且此刻 明显是公孙城主占据了上风 这 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吗 公孙城主灭杀了火源圣帝圣子 跟那四头大蛇 如果那四头大蛇跟火源圣帝圣子身亡 是不是那公孙太硬 等会便可以屠杀黑色雷柱里的不死魔体了啊 而就当这道听上去很是随意的声音响起之际 说着无心 听着又意 顿时间 响起了一声又一声的惊讶叫呼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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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还有一阵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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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那公孙城主也实在是太逆天了吧 火源圣帝圣子 传闻可是身怀传说中的火神圣体啊 再加上这不死魔体 这等战机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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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又一阵比之刚才更惊讶的惊呼声响起 不过也有人面色凝重地缓缓缓摇了摇头 道 不过如今 真正的胜负还是不好说 强强之战 本就瞬息万变 如今早已到了我等看不出的地步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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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之间 一阵又一阵的暴明 又不断地从那狂烈的灰色火柱中传出 仿佛强大的力量又开始了剧烈的碰撞 不过理念到底如何 也仅是众人的猜测而已 时间逐渐递过去 天地间依旧还有两道能量巨柱 一是灰色火焰之柱 另一道 自然是那狂暴无比要毁天灭地般的暗黑色雷柱 此时此刻 两道能量巨柱 比之原先已经更为巨大 更为狂暴 周围的人 还是身处于远处虚空 静静地观望着 等待着结果 而这一方的战场 这片天地之间的战事 不死魔体出世的大事 早已传遍了整个洛山大荒 除了莽龙族的人外 围观的人不但没有退去 反而越聚越多 其中一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大人物 也纷纷出现了 看 那不是天龙族部落的族长龙后吗 他也来了 他身边的 应该是他的两个儿子 那个青年 便是传说中可以沟通远古真龙之魂的天骄 龙县吧 远处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名身穿紫色战甲 满脸肃穆的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一出现 人们旋即便认出了他 天龙族部落族长龙后 洛杉大荒十二大强者 排名第四的存在 而在龙后身旁的一个青年 如若十风见到的话 便也能一眼认出 此人便是当日在九阳之地 遭到四大恶神追赶的天龙族青年 龙县 在洛杉大荒 也算是鼎鼎有名的天骄人物 与黑鸭族拥有天地霸荒谷的白牙 行丰族传闻拥有远古战神血脉的行骄其名 第1112章山巫族首领 狂暴天地的远处虚空之中 出现了天龙族龙后这等落山大荒的大人物 紧跟着 人们又见到一名落山大荒的爵士强者 一个相当于龙后般存在的大人物 一名身穿黑色古老战甲的中年男子 暴力于人群前方 仿如威武的战神一般 此人便是行丰族部落族长行骑 落山大荒十二大强者 排名第五 仅次于龙后之下 不过虽然排名在龙后之下 但若论真实战力的话 两人其实也不掌不相上下 行骑被人发现后 接着行骑身旁一个同样身穿黑色战甲 面色平静淡然 看上去十七八岁左右的少年 旋即也受到了众人瞩目 行骑 想必这少年 便是行骑之子 行丰族的少年天骄行骑吧 行骑 传闻中可是拥有战神血脉的天骄 那 那些人是 黑鸭族的人 那个人是 黑鸭族的族长 白军 拳击间 一群约数百人的人群 被人们认出 而在人群最前方的中年男子 面色阴沉 带着怒气 身穿黑色毛羽战衣 正是黑鸭族的族长 白军 洛杉大荒十二大强者排名第三的存在 黑鸭族族长白军 这段时间也算是洛杉大荒之中 各族部落议论的焦点人物 原因无他 只因他的纳的儿子 纳的天生霸荒谷 被人们称为日后必然要成为一代霸主的儿子白亚 死了 而且还死在了纳的如今风头最盛 灭了盐族部落 杀了帝族族长帝罗 杀了三公子公孙元的少年手中 原本纳的少年做出那些事 特别是杀了三公子公孙元 就已经很逆天了 但是今日 他却更加的逆天 他竟以他的肉身 引下了远古传说中的面膜黑雷 我不管你什么身份 杀我衙人 今日 你这小畜生必须得死 黑鸭族族长白军 望着那方连接天地的暗黑色狂暴黑柱 面露狠色地说道 白军 这辈子只有那么一个儿子 从儿子一出生 便对儿子寄予了厚望 不过他的儿子白亚 也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天生罢荒谷 年纪轻轻便步入了一心半神之境 成为文明落山大荒的一代天骄人物 灭魔黑雷 赤石锋嘛 天龙族人群所在的那方 天龙族天骄龙线望着那道狂暴的暗黑色雷柱 心生低难道 对于石锋 他对自己有过救命之恩 龙线一直在心中心存感激 当日在远古遗迹 石锋以万物之源之力 凭借红莲夜火打跑了公孙太阴与那股鄂山少女 之后又进入了红莲夜火的火海后 龙线便与黑骄一同 一直在外面等候 等候之时 龙线一直未见石锋上来 便一直担忧他的安危 后面那片天地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产生剧烈的动荡 他才离开了哪里 离开之后 就算回到了外界的洛杉大荒 龙线也是一直心系着石锋的安危 传闻之中 说是杀了公孙家三公子的少年 应该是他没有错了 双目一直凝视着那道暗黑色雷柱 龙线再次侵难道 这狂暴的暗黑雷亭之力 老真的跟那个石锋 曾经爆发的黑雷之力 很像 见人 你前些日子说 你在那处远古遗迹认识的少年 便是动用黑雷之力 他遭公孙泰印语古恶山少女追杀 后来被他们道出 他爆发的黑雷 便是传说中灭魔黑雷 他的肉身 便是传说中的不死魔神 这时 天龙族族长龙后 望向身旁的儿子问道 前些十日 龙线从远古遗迹中出来之后 便对他的阿爸龙后 说起过这事 没有错 阿爸 听到龙后的话后 龙线点了点头 答道 不 听到龙线的回答确认后 龙后的嘴脸勾起 暗自在心中寒酸了起来 他可是听说了 那方天地间 那个逆天的不死魔体少年 可是连火炎圣地圣子 都听从他的命令 如此身份 还跟他的儿子龙线有些交情 如果今日公孙太映真死了的话 那么这落山大荒之主 那座大荒城 而就在龙后在心中想着那些之时 突然双眉一鸣 转过头望向右方远处虚空 你难道 嗯 他怎么也来了 龙后所望的远处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波数千人的人群 而当这些人出现后 一个个发出冷然的声音喝道 他们 是他们 是他们 他们竟然也过来了 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听出 那些人的出现 并不受各族部落的欢迎 反而一道道杀气 在天地间弥漫开 一股股战役 冲天而起 山巫族 邪恶的山巫族 杀死他们 紧跟着 一道道咬牙切齿的恨然之声响起 原来来的这些人 便是令时封早已耳熟能详了的 邪恶的山巫族人 山巫族人约有一千七百多人 领头的一人 乃是一名有着一股浑厚气势的中年男人 身穿一件黑衣 面目带着淡淡的笑意 看似还有几分温和 但就是这人 便是邪恶的山巫族首领 巫河 若山大荒十二大强者之中 排名第二排名仅次于公孙太印的存在 而在巫河身旁的 乃是一名长相俊逸 面色冰冷的少年 也有很多人 已经认出了那个少年的身份 山巫族天才 陈巫 黑鸭族神巫 绝绝对对的少年天骄 他的天赋 什么白牙 龙献 行鸥 都根本无法比之相比 陈巫 年纪轻轻 便已步入二星半神之境 乃是洛杉大荒 最年轻的二星半神 巫河 你来做什么 就在这时 行丰族部落族长行骑 望着前来的山巫族人 冷声勿喝道 一股冲天的战役 早就已经从行骑的身上升起 邪恶的山巫族人 无恶不作的存在 这是这片大荒 各族部落的共敌 呵呵 面对着杀起冲天的各族部之人 山巫族首领乌合 发出了一声淡然的轻笑 跟着 乌合说道 大家不用这么紧张 今日本座前来 没有与大家为敌的意思 听闻我们洛杉大荒 出了个不死魔体 近日将我们洛杉大荒角的天翻地覆 如今上苍被他降下了 远古传说中的面膜黑雷 本座便带着我的族人们 前来见见世面 第1113章神巫出手 山巫族人的到来 一下子 令得这方天地变得更加的混乱 谁都不会相信 这乌合带着他的邪恶山巫族人过来 只是看看而已 这时 行风族天骄行熬 望着那山巫族天才神巫 冷声喝道 神巫 今日终于见到你了 你可敢与我行熬一战 什么 行熬要向神巫挑战 当行熬向神巫的挑战之声响起之时 顿时间 又响起了一阵接着一阵的惊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天 真是有太多的意外之事了 不会吧 众所周知 神巫乃是二星半神之境的绝强者啊 莫非 莫非他行熬 也不入了二星半神之境 行熬冷视着山巫族人群前方的神巫 见到神巫没有回答 再次冷声喝道 神巫 与我一战 你难道怕了不成 怕 山巫族天才神巫 在听到那行熬的再次喝声后 嘴角勾起 露出了不懈的冷笑 跟着 神巫从人群中悠悠剁步走出 虚空漫步 望着前方的行熬 将右手别在了身后 对行熬伸出左手说道 对付你 我神巫紧这只手 足以 狂妄 看到神巫对自己如此不懈的面容 听到他那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话语 顿时间 一阵怒喝从行熬的嘴中喝出 紧接着 一股绝强的气势 从行熬身上冲天升起 这 这股气势 好 好强啊 果不其然啊 果然 他行熬 果然不入了二星半神之境啊 我们洛杉大荒十二大强者 看来要变成十三强者了 行熬 他仅仅十八岁的年龄啊 他 不愧是身怀源古战神血脉的天骄啊 尽管刚才人们听到行熬挑战神武 不少人已经猜到了行熬步入二星半神之境 但当行熬冲起强大气势的那一刻 还是令的一个个人发出了惊呼 洛杉大荒又多了个二星半神境的强者 这事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 洛杉大荒生灵无数 但是能步入二星半神的也仅着十二人 不对 如今加上他行熬 已经是十三人了 行熬身上冲起强大气势 彻底显露出他的真实修为 听到传来的一阵阵惊呼之声 行风族族长行齐的脸上 原本望着山巫族人的怒容 此刻已经变幻为了傲然之色 虎腹无犬子 果真是虎腹无犬子啊 这是我行齐的儿子 什么白牙 什么龙线 也配与我人齐名 行齐在心中漫字傲然说道 转过头望向了天龙族的龙后 还有他的儿子龙线 从今往后 我行风族部落便有两名半神静强者 如果今日公孙太印不幸战死的话 那么这落山大荒之主 没有想到 才三个月不见他 他行熬竟然也步入了二星半神之境 他的天赋果然卓越 望着那气势升起的行熬 天龙族天骄龙线 在心中漫字说道 哼 天龙族族长龙后 望着那满是得意傲然之容 望向自己的行齐 发出了一阵冷恨 他行齐 此刻很是嘚瑟啊 另一方 山巫族天才神武 面对着前方形傲爆发出的强大气势 依旧用左手对他招了招 脸上依旧是一副不屑的冷笑 道 不如二星半神静了又能如何 在我面前 你仍旧是废物一个 拜你 我神武只需一招 哼 面对着神武在一阵狂妄无边的话语 行齐重重地一声怒横 一柄黑色双手战斧被他从虚空中抓出 然后身形一个闪动 朝着神武暴冲而去 那我倒要看看 今日是你神武死 还是你神武一招拜我行齐 随着行齐离神武越来越近 越来越强的气势从行齐身上冲洗 这一刻的行齐看上去仿佛天生为战斗而生 黑色长发怒章 隐隐间人们仿如看到了远古战神众灵天地 行丰足天骄行齐 可是传闻中激活战神血脉的人 死 这一刻 行齐已至神武身前 手中的黑色战斧高高举起 他已然凝聚了浑身之力 对着神武目砸而下 天行报山斧 行齐这一斧 看似简单轰击的易斧 其实已动用了行丰足绝强的二星半神战计 天行报山斧 易斧之力 仿佛能轻而易举地毁灭一座巨大无比的山脉 哼 而神武 面对着行齐如此狂猛的一击 竟然还是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恨 接着 神武左手看似很随意的模样 朝着行齐推了出去 呃 而就在这时 一阵痛恶之声忽然从那战斗的两人之间响起 紧接着 人们便看到 眼见行凹手中的黑色战斧即将砸中神武的头颅 即将将这邪恶的山巫族天才砸爆 但是行凹手中的动作 却是猛然间一顿 跟着 人们看到神武那看似很随意的一掌还未轰到行凹 但是行凹的肉身 却是狂猛的倒飞而出 很显然 胜负已分 神武也完成了他的承诺 对付行凹 他竟然真的只用左手 竟然真的只用了一招 一时间 这片天地再次哗然 这 这怎么可能 行凹的那股气势 应该已经步入了二星半神之境 不会有错 怎么还被这神武给一招击败 行凹 行凹刚才动用的 可是行凹族的二星半神战计 天行暴山府 而行凹刚才那一集 天行暴山府明显已经大成 如此强大的力量 怎么在那神武面前 还是被一招击败 这神武 也实在是太可怕了吧 这 这怎么可能 一招 仅一招击败我人 行凹族族长行骑 也是满脸的不相信 望着身形急速倒飞的儿子 这的确是自己那个引以为傲的儿子啊 竟然被一个跟他相同岁数的少年一招击败了 这神武 天龙族族长龙后 望着那个神武 脸上也是悄然浮现了凝重之戎 刚才行凹那一集 就连他龙后都要认真对待 没有想到这神武 仅仅只用了一招 他神武 看来已步入了三星半神之境 成为了这片洛杉大荒 第二个三星半神境的强者 第1114章乌罗 人们已经看出 这神武 竟可轻易易掌 轰飞二星半神境的行偶 很显然 这山巫族的天才 他已经步入了三星半神之境 成为了洛杉大荒 继公孙泰映后的第二名三星半神强者 呵呵呵 这时候 山巫族首领乌合 望着那方的神武 与急速倒飞出去的行偶 发出了一声轻笑 脸上仍旧挂着那温和的面容 跟着 乌合笑说道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现在的年轻一辈 真的已剩我们那一辈太多了 今日我乌合在此宣布 从今往后 神武 便是我们山巫族新的首领 小女乌罗 将驾神武为妻 是 拜见新首领 当山巫族的众人听到乌合的话后 旋即依依单膝跪倒在地 拜向神武 神武 如今展示出了他绝强的战力 在这个以拳头说话的世界 他成为新首领 在山巫族人们的心中 自然是当之无愧 我不同意 不过就在众人朝着那神武跪拜之时 忽然之间 一阵苍老沙哑的声音 在天地间回荡起 当听到这道苍老沙哑的声音之后 面色一直冷傲的神武 瞬间跟着一遍 仿佛脸上的冰冷已被那道声音给消融 嗯 乌罗 乌合听到那道声音后 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 刚才那道声音 确实是自己女儿乌罗以密法发出的独特声音 但是自己此刻 自己竟然没有感应到女儿的气息 竟然感应不出他存在这片天地 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隐蔽之法 怎么会如此玄傲 如今 就连我都感应不到他的存在 乌合暗自惊异道 其实不仅是他 就连那神武 都没有感应到他 双目在虚空之中扫视着 寻找着 什么首领之位 什么被自己急得倒飞出去的行傲 看来因为他的声音出现 神武已经不再去理会了 紧接着 就在乌合的前方 一道模糊的黑影渐渐显现 跟着 黑影逐渐变得凝视起来 正是石峰进入这么荒大路后 与石峰一直走到现在的黑袍人 乌罗 看到黑袍人出现 乌合与神武同时喊出了声 这时 神武旋即朝着挪移而来 神武 你别过来 而就在这时 黑袍人忽然出声 神武原本闪现消失的身形一个闪动 再度显现 双目依旧还停在黑袍人身上 对他认真的说道 乌罗 首领已经将你许佩给我了 从今往后 我神武一定会真心待你 许佩给你 黑袍人再度冷然出声 冷声说道 缓缓地转过头面向神武 经过我同意了 可是 首领他 我 听到黑袍人的话 神武一时语色 这时 乌合开口 对黑袍人乌罗说道 乌罗 神武他 已经步入了三星半神之境 他有资格娶你 乌罗没有理会乌合 而是对那神武继续出声 问道 神武我问你 当日我们所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我神武一言九鼎 自然算数 神武面色坚毅地回答道 跟着 他又道 当日我们约定 你只要打败我 或者你找个人来打败我 我神武便放弃对你的奢求 可是乌罗 那个时候 你便找不到比我强大的人来打败我 更何况如今了 我如今 可是步入了三星半神之境 当对着心爱之人提到自己如今的成就时 神武的脸上 浮现了骄傲的笑容 能跟心爱的人分享自己的成就 他心里感觉到很舒服 神武 打败你的人 我已经找来了 我相信他 一定可以打败你 黑袍人在而出声 对神武说 当他说出这话时 语气透着无比的坚定 足可见 他对那个人 有着绝对的信心 打败我 神武听到黑袍人这话 忽然一笑 仿如听到了笑话一般 在这片洛杉大荒 除了那个与他同境界的公孙太印 还有谁能打败自己 但是那公孙太印 显然不会替山巫祖乌合的女儿出手 乌罗 你不要再闹了 好好跟神武成婚 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乌合再次出声 对黑袍人说道 他此刻的语气 已经透着无比的坚决 仿如已不容黑袍人再拒绝 对于黑袍人刚才所说的 他已找到打败神武的人 他跟神武一样 明显的不相信 啊 而就在这时 距离神武 黑袍人远处的虚空之中 忽然响起了一道 极度痛苦的凄厉吼声 这道吼声响起之时 随后 又将一道道目光给吸引过去 人们看到 那道吼声 是从那个刚才被神武轰飞了的 行傲嘴中吼出 行傲被神武轰飞之后 虽然不服 但也明白他与神武之间的差距 近日他先向神武挑战 但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神武一掌轰飞 对于他来说 这可是莫大的耻辱 但就算是莫大的耻辱 他也只能将这耻辱给咽下 不敢冲向神武 之后 行傲便带着耻辱 退回到了父亲行傲的身旁 但是就在前面这一刻 行傲忽然双手抱头 发着痛苦的吼叫 仿佛在遭受着极度痛苦的折磨一般 见到儿子忽然莫名其妙地这么痛苦 行傲想起了那神武 旋即冲着山巫族这边怒声咆哮道 神武 你到底对我人做了什么 听到行奇的咆哮之音 神武一副懒得理会的模样 双目依旧凝视在自己的前方 那一席黑袍的黑袍人身上 跟着 神武淡然开口 说 既然你这废物儿子向我挑战 那么我就让他明白挑战我神武的后果 仅此而已 啊 就在神武话音落下之后 一阵更加痛苦的抱吼之声 从行傲的嘴中吼出 此刻行傲的面目 都已经变得如野兽般猙獰可怖 碰地一声暴鸣 忽然之间 行傲的头颅 竟然爆破开来 鲜红妖异的血液 朝着四面八方喷溅 傲人 一时间 行奇愣住了 愣愣地望着忽然变成了无头尸体的儿子 紧跟着 行奇爆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大吼 傲人 悲痛的大吼声 回荡于这整片天地 第1115章退雷 洛杉大荒一带天骄行傲突然死亡 令得行奇发出了悲痛的嗷叫 陈吾 老子要你的狗命 陈吾 行风族族长行奇 拼尽全力地发出了这阵怒嚎 陈吾一而再 再而三帝被这行奇的嚎叫声打扰 面露不耐烦之色 视线终于从他心爱的乌罗身上移开 转过头望向行奇 冷然说道 想死 那便过来 我神无送你们这对废物父子团聚 你 神无 行奇在一次咬牙切齿地愤然怒吼 但尽管他愤怒 尽管双眼不满了血丝 满是仇恨 但始终不敢上前与神无一战 如今的神无 可是三星半神境的神无 对于他行奇 也可一招秒杀 抱着儿子行劳的无头尸体 行奇的身躯在战斗 双拳悄然卧起 像是对他自己 又像是对他死去的儿子行傲 狠然说道 我 我一定要变强 傲人 阿爸总有一天会杀了神无替你报仇 阿爸向你发誓 而就在行奇在心中狠然说着之时 忽然之间 一股狂烈的力量 在行傲的尸体上产生 猝不及防之下 行傲的无头尸体 从行奇的手中挣脱飞出 急速飞动 傲人 望着飞出自己怀中的儿子尸体 旋即间 行奇再一次发出暴怒 大吼道 神无 你这畜生 杀死我人 竟然连我儿的尸体都不放过 欺人太甚啊 儿子行傲的尸体 莫名其妙地产生一股狂烈的力量 从他手中挣脱 行奇自然而然地认为是那神无倒的鬼 紧跟着行奇的身形连忙一个急速闪动 挪移而出 追向儿子的无头尸体 嗯 神无听到那行奇再一次如疯狗般的大叫 再一次地朝他望了过去 便看到他追着他的儿子尸体在急速移动 在他儿子的尸体上 神无感应到了一股神秘的阴冷之力 其实这一次 行奇真的是冤枉神无了 行傲在如今步入三星半神境的神无眼中 就犹如马蚱般的存在 而行傲的无头尸体 自然只是一具相当于马蚱的尸体 他神无 可是没有半分兴趣 不过神无没有兴趣 不代表这片天地间的另一个人没有兴趣 行傲之死 产生的死亡之力已经被他吞噬 这具尸体里 可是还留着二星半神的新鲜血液 与在那股神秘阴寒力量的温养下 尚未在天地间消散的魂魄 生灵一旦死亡 灵魂很快便会随着死亡而泯灭 但是一些灵魂特殊者 比如修炼灵魂之力的灵魂强大者 或者天生灵魂玄傲者 再或者一些生灵在机缘巧合的特殊环境下 肉身身亡可魂魄不灭 反正灵魂这东西很是玄傲 用常理难以解释地通 就是有些普通人 由于死前怨气太重 死后灵魂不灭 化身厉鬼 持风前尸的好兄弟游臣 便是一个怨气极重化身厉鬼的例子 不过这行风足天骄行傲 他死亡后 原本魂魄早该泯灭 之所以未灭 因为那股神秘阴寒力量的温养 此刻他的无头之身 隐隐闪现着森白色光芒 之后人们看到 行傲的那具无头尸体 从那道灰色火焰巨柱附近飞过 还在继续向前击飞 他这飞射去的目标 难道是那面膜黑雷 这时人们已经注意到 那狂暴的面膜黑雷 在朝着四面八方扩散毁灭之后 如今已经有逐渐退散的趋势 啊 顿时间 一阵仿如凶兽觉醒般的嚎叫声 从那面膜黑雷中响彻而起 回荡整片天地 瞬息之间 这面膜黑雷又将一道道目光给吸引了过去 再一次 成为了这片天地间的焦点 随后 朝着面膜黑雷急速飞射的行傲无头尸体 旋即飞入了进入 啊 行傲向着儿子脊椎的身形猛然间一顿 满是忌惮 又满是无力地眼睁睁望着 那这吞噬了儿子尸体的狂暴黑色雷霆 这黑雷 行傲可不敢靠近 他 要出来了 远处的虚空之中 当黑袍人乌罗望着此刻 黑雷再逐渐消退后 陈吟出声 没有想到 他这一次的突破 又成为了瞩目的焦点 而且这一次 洛杉大荒中的强大势力 几乎都被他吸引过来了 或许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他 这一生注定要不平凡吧 他 黑袍人乌罗的声音虽然很轻 不过还是传入到了天才神无的耳中 神无凝视着 那道狂暴黑雷柱的双目一朗 结合先前乌罗说的话 冷然开口问道 乌罗 莫非你找来要打败我的人 是他 嗯 没有错 乌罗听到神无的话后 也没有隐瞒 直接出声回答道 不死魔体 哈哈 哈哈哈哈 听到乌罗承认 神无笑了起来 笑道 你竟然找来了这不死魔体来战我神无 那好啊 那我便在你眼前亲手杀了他吧 让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乌罗听到神无的这番话 没有再说话 依旧静静地望着那已经越来越弱的黑雷 他答应过自己 会为自己与神无一战 尽管如今神无已经步入了三星半神之境 但是黑袍人对他 仍然有着绝对的信心 去空中约有百人的人群最前方 一名身穿黑毛羽衣的中年男子 望着那逐渐开始褪散的面膜黑雷 面色已经变得越来越冰朗 他一直等的便是那狂暴黑雷退去 杀子之仇 不共戴天 他白金 恨不得将那恶人生喷活泼 为人白牙报仇 给本少 退 就在这时 一阵极为狂傲的声音回荡天地 这道声音 又是从那暗黑色雷霆中传出 而就在这阵狂暴之音响起之际 人们旋即看到 那正在逐渐退散的黑雷 在这一刻仿佛忽然被那狂傲的声音 给震散了一般 竟瞬间消失地无影无踪 就连苍穹之上的那道巨大黑色漩涡 都已经消失不见 万众瞩目之下 一道浑身鲜血淋漓的身影出现 这道血淋漓的身躯 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好肉 体内血红色的骨头都露了出来 看得满是圣人 惨不忍睹 令不少人感觉到头皮发麻 第1116张神魔针雷九雷现世 鲜血淋漓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目睽睽之中 不死魔体终于在万众瞩目之下出现了 沙 而就在这时 一道无比冰朗 满是沙翼的声音和声响彻而起 人们看到 发出那道喝声之声的 正是黑鸭族的族长 白军 白军发出这一声喝后 身形率先而动 朝着那道鲜血淋漓的身影急速移去 沙子仇人现身 白军已经无法按捺住心中的仇恨了 恨不得现在就将那的人杀死 为儿子白亚报仇 跟着 他身后的百名黑鸭族战士齐齐而动 跟随白军身后 冲杀向前 黑鸭族部落 在洛杉大荒乃是数一数二的强大势力之一 这约百人的黑鸭族战士 乃是洛杉大荒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鸭神兵 黑鸭神兵 有三名一星半神境的强者为统领 其他的黑鸭战兵修为清一色的九星地极之境 传闻黑鸭神兵可凝结恐怖的黑鸭神阵 世间有传言 黑鸭神阵一出 生灵全灭 寸草不生 可是黑鸭神阵到底威力如何 若山大荒中无一人知晓 因为见过黑鸭神阵的生灵 全死在了此神阵之下 浑身鲜血淋漓的石风 灵魂之力扩散而出 感应着四面八方 冷然出声道 没有想到 本少今日渡劫 又招来了这么多人围观 每次想到低调都很难 跟着 石风的双目凝视向了前方 望向那朝着自己气势汹汹奔杀的黑鸭族 载而冷声道 没想到本少一出来 便有人来找本少送死了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的话 那么本少便成全你们好了 出话之时 石风双手已经截地了一道玄傲手印 心中默念 久忧不灭 横骨长存 与此同时 那倒代表着生命法则的远古文字 也跟着悄然运转 石风这句看上去受伤极重 换成一般人估计早已身亡的血淋淋肉身 在万众瞩目之下 竟然开始急速长出了心肉 心肉从脸面先开始生长 看着像是朝身下急速覆盖而下 不死 这便是传说之中的不死魔体啊 伤成这样 竟然以如此快捷的速度在恢复 这样的肉身 果然不死了啊 不死魔体 不愧为不死魔体啊 天下竟然真的有如此神奇的肉身 当一个个人见到石风身上的伤势 在急速恢复之时 一道道的惊呼声 又忍不住从人们嘴中发出 实在是那肉身恢复的速度 太过逆天了 在经历了此次的面膜黑雷后 石风体内原本的九滴不死之血 又以一化三 九滴血 变成了二十七滴 这些血 如今已被石风称为不死魔血 不死魔血的增多 石风肉身的恢复速度 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跟着 又有人出声说道 这不死魔体的伤势恢复速度虽然逆天 不过他 能挡下白军此次带领黑鸭神兵的攻击吗 不死魔体虽逆天 不过他此刻面临的 毕竟是洛杉大荒所向披靡 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鸭神兵 还没有听说有人可以挡下这黑鸭神阵 还没有听说有人可以在这黑鸭神阵下存活 黑鸭神兵的最前方 白军已离得杀害儿子的凶手越来越近 望着那个血人正在急速恢复着破损的肉身 白军的面容变得越来越凶狠猙獰 对着前方怒然咆哮道 小畜生 还我人命来 啊 白军发出这道咆哮之时 一股绝强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猛然冲出 而就在白军冲出那股绝强气息后 紧跟着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不断地从他的身后升起 摆到气息 同时升向苍穹 苍穹之上 那摆到冲上的气息 在这一刻竟然有相容的趋势 而这一刻 白军与他身后的黑鸭神兵 也仿佛融合 化身为了一支巨大无比的黑鸭 黑鸭神阵 巨大黑鸭一线 旋即有人发出了惊呼 这股力量 这 这已经达到了三星半神镜的力量了吧 黑鸭神阵 难道这便是黑鸭神阵的力量吗 好 好强啊 黑鸭神阵 传闻乃是悠久岁月以前 黑鸭族的先祖根据族 众议之爵强 黑鸭的攻击力量所演化 悠久岁月下来 我们洛杉大荒 不知有多少强者 死在了这黑鸭神阵下 难道说 这不死魔体刚现世 便要死在这黑鸭神阵之下了吗 黑鸭神阵 山巫族所在的人群中 神无望着那些黑鸭族 众人化为巨大黑鸭 念落颇感兴趣的笑容 清难 跟着转过头 对乌罗说道 没想到 这白鸭率领他的黑鸭神兵 以他这黑鸭神阵所发动的攻击 竟然已达到了三星半神之力 乌罗 你找来的这不死魔体 或许都不用我出手 便要死在这白鸭的手中了 真是可惜了这句远古传说中的逆天之体 在神无的眼中 尽管那人乃是传说中的什么不死魔体 但是境界 不过在二星半神之境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什么传说 什么逆天的身体 都将无用 不会 死的人一定是白鸭 听到神无的话后 黑鸭人满是坚定的出声说道 万众瞩目下的时风 此刻身上的皮肉已经涣散一星 在他的逆天手段之下 在面膜黑雷下遭受的伤势已然恢复 从除物戒指中拿出了那件黑色毛雨穿在了身上 望着前方杀来的百人画为了那只巨大黑鸭 散发着强大恐怖的气势 时风再次出声道 本少还以为你们是什么人 黑色乌鸭 看来你们是为那白鸭报仇的 那么本少 便送你们跟那白鸭团聚好了 就在时风话音刚落 忽然之间 天地间响起了阵阵雷鸭之声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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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鸭之声共有九阵 九雷奇响 与此同时 就在那巨大黑色乌鸭的东 西 南北 东南 西南 东北 西北八个方向 加上那只黑色乌鸭的中心上空 出现了九道暗黑色的狂暴黑雷 这九道狂暴黑雷 自然是时风发动 此乃时风刚修炼而成的二星半神战计 神魔真雷九雷现世 第1117章九雷破阵 神魔真雷九雷现世 乃是时风步入二星半神之境后 新修炼的一招二星半神级战计 时风的双手早已结底成了一道无比玄奥古老的手印 一体内的灭魔黑雷催动 发动九雷灭敌 这二星半神静战计九雷现世 自然比一星半神战计雷动九天强大许多 一星与二星 可以说根本毫无可比性 持风在妖神陨帝的那处阴森密灵 与黑袍人一同遇上了那团诡异神秘的怪云 那怪云传授了他神魔真雷战计 第一是雷动九天 当时他的脑海之中 的确只有一招战计雷动九天 但是当他此次在面膜黑雷之下 步入了二星半神静后 忽然有一股信息在脑海之中浮现 那股信息 正是这神魔真雷第二世 九雷现世 有了第一是雷动九天的修炼基础 再加上时风的悟性与天赋 对于这招九雷现世 时风很快便将之掌握 已有小成 而此次 时风在经历这次比之先前 更加强大狂暴的面膜黑雷后 不仅获得了九雷现世 不仅体内的不死魔血达到了27滴 肉身在那面膜黑雷的洗礼下 也强大了许多 而且体内的黑色雷霆 经历了这次的雷截后 也仿如进阶了一个级别 进行了一次极大的跨越 力量已不是先前能比 就好像一星半神静的黑色魔雷 如今步入了二星半神之境 反正这一次时风渡截 又如先前一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战力再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九雷一出 紧跟着 远处围观之人 旋即一个个面露惊骇之色 瞪大了双眼 这股力量 这股力量 就连那步入了三星半神之境 原本对那不死魔体 根本瞧不起的神无 此刻见到九道雷霆现世的力量后 脸上开始浮现了认真的神色 轰 而就在这一刻 苍穹之上降下的那道暗黑色雷霆 猛地落了那只巨大无比的黑鸭身上 就在那道黑色雷霆落下之后 其他八个方向的八道雷霆 瞬息跟着齐齐而动 如八条黑色雷龙一般 齐齐奔向那只黑鸭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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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度混乱狂暴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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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痛苦淒厉的惨叫之声 不断地从那片雷霆轰炸混乱之处响起 听的人阵阵心惊 这些声音 自然是那些黑鸭族的黑鸭神兵们发出 看来 在这九雷现世之下 什么黑鸭神兵 什么黑鸭神阵 也不过如此而已 持风望着那方雷霆越来越狂暴的虚空 面容之上带着冷笑 心念一动间 旋即一股股死亡之力 一道道魂魄 还有一股股鲜红的血液奔涌而出 朝着他涌动而来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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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间 顿时又响起了一阵阵倒西凉气的声音 黑鸭族白军所带领的黑鸭神兵 竟然就这样灭亡了 这 这不死魔体 确实是太逆天了啊 一招 他仅以一招唤出九道黑雷 便降令我们闻风丧胆的黑鸭神兵 还有黑鸭神阵给破去了 不死魔体 不愧为远古传说中的不死魔体啊 如此强大的不死魔体 还有谁能挡下他的攻击 公孙成主吗 要想拜他 估计也唯有公孙成主了吧 望着强大的不死魔体出事 人们随即想到了洛杉大荒第一人 公孙太硬 目光纷纷再度望向了依旧冲天的灰色火焰巨柱 自从那道灰色火焰巨柱升起后 到的如今依旧没有要消失的迹象 也不知道里面如今状况如何 火炎圣地圣子 那条强大的四头大蛇 他们此刻到底是生是死 不过 你们貌似忘记了一个人 他不也是步入了三星半神之境吗 如果他与那不死魔体一战的话 有人出声提醒到 人们听到这道声音之后 幡然醒悟 是啊 我们怎么把它给忘记了 三星半神静强者 邪恶的山巫族天骄 神武 跟着 一道道目光在而转向了邪恶山巫族人群所在的方向 凝聚在了那道年轻的身影上 这一刻 山巫族神武的目光 也一直凝视在着那道年轻的不死魔身 再一次开口叮喃 不死魔体 我神武 倒是越来越想与你一战了 灭沙远古传说中的不死魔体 想必可以令我神武的名声 传遍天下了吧 啊 一生如野兽般痛苦的嚎叫之声 从那狂暴黑雷混乱楚暴发而出 紧跟着 一道异常狼狈的黑色身影 从狂暴黑雷混乱楚冲了出来 长发披散 浑身上下血肉一片模糊 满是烂肉 同样已经被炸烂的脸上 满是凶恶猙獰的盯着前方的石锋 那个杀害他儿子的凶手 白军 尽管此刻黑鸭族组长白军变得这副模样 但还是很快地被人们给认了出来 没有想到 曾经在洛杉大荒鼎鼎有名 高高在上的强者白军 如今净落得这般田地 想到这些 在望向那满是凄惨模样 惨不忍睹的白军 人们在心中唏嘘不已 我 我要杀了你啊 腐烂的脸上 白军仿如即将掉出来的眼珠 变得一片通红 不满血丝 完了 全完了 黑鸭神阵被迫 黑鸭神兵已经在那强大的九道黑雷下 全部阵亡 他白军也已经在那九雷之下受伤极重 战力已失 不过他仍然不甘心地朝着那的恶人 发出这声诺然大豪 他心中也是真恨不得 将他给残恨地斩杀 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望着前方面目全非 如疯狗般冲自己大豪之人 石锋满是不屑地开口说道 跟着 石锋右手长爪探出 摇摇地对向了白军 不白军张大了嘴 又发出了一声大吼 不过这一次 乃是不甘绝望的大吼 他已经感应 一股强烈的犀利 已将自己这具残破的身躯给笼罩 如今的白军 面对这股强烈犀利根本毫无力量反抗 旋即朝着那个杀人凶手飞射了过去 第1118章九雷轰神武 洛杉大荒 十二强者排名第三的白军 此刻已经被那出世的不死魔体少年抓住了脸面 白军在石锋手中还在怒声咆哮着 石锋的脸上满是不屑之容 跟着右手一吸 顿时间 武道血剑旋即从白军的脸面上喷射而出 射向石锋的手心 啊 白军如恶鬼般猙獰的面容一副极度痛苦之色 发着痛苦的嚎叫 随着他体内的血液从五孔中喷射而出 他这具到处是伤的残破身躯 正在急速递干瘪下去 很快 黑亚族一代强者白军 化为一具干瘪的干尸 陨落 这 这是什么功法 如此的血液 竟吸人血液 那不死魔体少年吸干了白军的血液 致使白军化为一具干瘪的干尸 看得人们浑身上下一阵发毛 被如此强力吸干血液而亡 那临死前 该有多么的难受 不死魔体不愧为不死魔体 竟然修炼如此邪恶歹毒的魔工 吸干了白军的血液之后 石锋右手一松 白军这一代强者的干瘪尸体 朝着下方满是狼藉的大地掉落而去 不管他生前如何风光 死后已成一具残尸 跟着 石锋的双目扫尸了一眼左右前方 望着远处的那些人冷然开口道 还有谁来找本嫂送死的 石锋说着之时 目光凝视在了一道离他最近的身影上 这道身影 正是行风族部落族长行齐 他因为追儿子的尸体而来 所以离得石锋最近 见到石锋冰冷的双目望来 行齐立即感觉到浑身上下一片冰冷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连忙对石锋开口道 误 误会 说出误会两字之时 行齐的身形一个闪动 往后急速倒移而去 至于儿子的那具尸体 他提都不敢提 他可是相信 要是惹得那尊杀魔不悦的话 他定然会毫不手软地将自己给斩杀 刚才 他可是眼睁睁地看着白军 就死在自己的眼前 行齐退出之后 石锋的双目继续扫尸 很快便定格在了那道冲天而起的灰色火焰大柱上 公孙太映感应着那道灰色冲天火柱 那四个字从石锋的嘴中缓缓吐出 嗯 忽然间 石锋感应到了天地之间 忽然有一股绝强的战役冲起 连忙转过头去 望向一处人群 那处人群正是那一群邪恶的山巫族人 在哪里 石锋看到了黑袍人 不过他的目光 凝聚在了一名与他年龄相差不大的少年身上 那股战役 正是从那少年身上发出 而这少年的气势 很显然 乃是三星半神镜的气势 从那少年身上冲出的气势 石锋便已感应出 他渴望与自己一战 过来一战吧 石锋用手指向了远处的神无 鹤道 鹤鹤 神无听到石锋冷喝腰战 发出了轻笑之声 紧跟着 身形一个闪动 朝着石锋急闪而去 爆 而就在这时 石锋仰天一声大喝 身上忽然爆发出了狂暴强大的暗黑色雷霆 直冲苍穹 石锋 已经做好了迎战这神无的准备 如今步入二星半神镜后 石锋这爆发出的灭魔黑雷 威力早已不是曾经能比 石锋 黑袍人乌罗 此刻也已转过身 望向了即将发生激烈碰撞的两人 如此强大 天赋如此出色的两人 也可以说是因为自己 而即将一战 我乃山巫族神无 不死魔体 报上你的姓名 神无的身形在朝着石锋急速移动时开口 声音 立即在这片天地间回荡开 神无 当听的神无两个字时 化为黑色雷人的石锋青南 跟着石锋大笑了起来 道 你就是神无 正好 石锋叫了一声好 他本就答应过黑袍人 替他与这神无一战 如今这神无来了 正好完成自己的承诺 石锋 这时 石锋也爆出了他的姓名 声音不小 不过已经在这片天地间回荡开 不死魔体石锋 已经被人暗暗地记在了心中 这个名号 名字 从石锋爆出自己的姓名时 便已响彻了这整片落山大荒 无相神杀 就在这时 离得石锋越来越近的神无 已经发出了一声低喝 神无右手直升而出 仿如一柄神剑一般直指石锋 盛行还在朝着石锋急速移动 杀去 这时 化身狂暴暗黑色雷人的石锋 同样暗黑色狂暴雷霆闪耀的双手 结底成了一道玄奥古老的手印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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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 雷霆轰鸣 就在那神无的四面八方 苍穹之上降下了八道暗黑色的雷霆 仿如雷霆牢笼一般 旋即将那神无给包围在了其中 轰 紧接着 又是一阵雷霆暴响 神无的正上方 也降下了一道猙獰狂暴的黑雷 朝着神无猛然轰批而下 持风一出手 便是发动了如今的最强杀招 九雷现世 九雷一现 神无急速移动的身形猛然一顿 他的脸上毫不聚色 反而傲然大笑道 九雷 哈哈 来得正好 大笑之时 神无原本如剑般指向前方的右手 已经指向苍穹 直指那降落而下的暗黑色雷霆 轰地一声 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道暗黑色的狂暴黑雷 已经轰在了神无的身上 转瞬之间 便将神无给吞噬 紧接着 出现在神无四面八方的八道雷霆 如八条暗黑雷龙一般 朝着中心处的那道狂暴黑雷奔腾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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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瞬间轰炸 顿时之间 那方虚空已如先前毁灭黑鸭神兵时一般 变得一场狂暴混乱 这 难道那期待已久的天骄之战 就这样结束了吗 当人们望着神无的身躯 此刻正被狂暴雷霆轰炸着 感应那方狂暴混乱的能量 旋即有人发出了惊呼 在人们心中 那应该是一场在伯仲之间的强强碰撞之战才对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有人面色坚定地分析道 你们没看到神无最后被黑雷吞噬之前 那哈哈大笑的傲然之容吗 他甚至还仰天笑道说来得好 想必神无 已然有对抗那久雷之力 所以才会如此的自信 第1119章不败神无 急速一向石锋 像不死魔体石锋杀去的神无 已淹没在了狂轰烂闸的雷海之中 不过神无虽已如此 人们还是对他抱着极大的信心 神无面对九雷之时 可是傲然大笑 说来得正好 那副傲然之容 还存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隐隐间 人们仿佛看到了那狂暴的黑雷之中 一道年轻的身影在其间傲然挺立 面容坚毅 雷打不动 不败神无 神无既然先前那般自信 定然没有战败 我觉得也是 天骄之战 等会便会真正爆发 不死魔体虽然修炼魔功 不过还是不死魔体斩杀了神无的好 毕竟这神无 乃是邪恶的山巫族 而如今 他已成为了这山巫的首领 乃是我们落山大荒的一大祸患 对 没错 邪恶的山巫族 他们若强大 便是我们受罪 神无还是死了的好 一道道目光 开始急剧在了那片吞噬了神无的狂暴雷霆之中 人们虽然认为神无并没有那么容易一招之下变败 但却也盼望着他这个邪恶山巫族的天骄 死在那不死魔体少年的手中 哼 身上暗黑色雷霆还在不断暴动的石峰 也如众人一样 望着那片酒雷轰炸之地 不过就在这时 石峰发出了一道冷恨 就在他的冷恨响起之际 身上暴动的暗黑色雷霆 这一刻忽然开始涌动 疯狂涌入到了他的肉身之内 石峰身上的狂暴黑雷 顿时间消散地干潜净净 随后 石峰再一次开口 满是不屑地说道 神武 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 敢于本少一战 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真是让本少失望 废物 石峰对那神武满是不屑的话语 玄疾在天地间回荡起 沉嘛 沉嘛 当为战之人听到石峰的话语后 惊呼声又起 不死魔体少年既然说出了这番话 这么说的话 难道那神武 真的仅此一招 便败在这酒雷之下 神武真的已败 有人开口满是惊疑地说道 不过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 紧一招让他神武败的话 他还是有些不相信 依我看 应该没有 又有人开口分析道 强强之战 很多时候都以为胜负已分 但是结果往往就出乎大家的意料 依我看 这次也是 但是这一次 可是那不死魔体亲口说出 神武不堪一击啊 还说神武废物 其实强者之战 这种事也不稀奇 有时候 总有一些自傲之人认为对方已败 结果对方 往往从狂暴的能量中走出 我看等会神武也必然如此 你等着看着 等会那不死魔体的脸上 定然会出现震惊的面容 有人结合曾经的观战经验 满是坚定的说道 越来越多的人 认为神武未败 在那狂暴雷霆中抗衡着 等待神武等会从雷霆中走出 再与不死魔体真正一战 阿爸 你怎么看 这时 天龙族天骄龙县开口 转过头问身旁的龙后道 听到儿子龙县问自己 龙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道 我也看不出来 这黑雷力量 早已超越了我们的力量 不过神武面对九雷之时 脸上的确出现了自信傲然的笑 想必是有信心应付这九雷之力吧 神武 这该死的神武 最好是身受重伤 变成废人 行风族族长行骑 望着那片狂暴黑雷虚空 暗自诅咒到 只要神武变为废物 他便可轻易将之斩杀 新手为儿子行劳报仇 时间逐渐过去 在万众瞩目之下 那方虚空狂暴的暗黑色魔雷 终于开始急速退散 奔涌入虚空之中 而逐渐退散的黑色魔雷之下 一道身影在其间若隐若现 神 神武 那是神武 神武 神武 神武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不是应该在黑雷之中傲然挺立 当黑雷消失 他应该完好无损才是啊 是啊 他可是豪爽大笑 说来得正好啊 可是现在 继续退散的雷霆之中 神武身影越来越清晰 不过此刻出现人们眼中的神武 并没有如人们想象中那般挺拔着身躯 从雷霆中傲然走出 此刻的他满是狼狈 狗言残喘地趴在了那方虚空 浑身上下已经一片焦黑 面目全非 衣衫早已经在那狂暴黑雷下化为灰烬 显露出满是被炸烂的焦黑身体 还在冒着黑烟 此时此刻 天才神武 已然跟一条死狗没什么区别 很显然 十封一招九雷现实之下 神武已败 神 神武 山巫族人群锁在那方 一个葛山巫族人面容之上挂满了惊骇 他们都知道神武步入了绝强的三星半神之境 但就是如此强大的神武 竟然败了 而且败在了那的人一招之下 人们渐渐地意识到 不是神武弱 而是那个人 实在太强大了 不死魔体 不愧为不死魔体啊 一招败亡神武之后 始风便不再理会那如死狗般趴在前方虚空中的神武 微微抬头望向了那片山巫族人所在的虚空 目光凝视在了黑袍人身上 淡然开口 道 你们山巫族的神武我已败他 我答应你的承诺已经做到 没错 黑袍人此刻也是面向实风 听到实风如此说 再一次发出苍老沙哑的声音回道 跟着 他转过身 望向了他的父亲乌合 父亲 不 我没有败 我神武 怎么可能会败 我乃不败神武 我要迎娶乌罗 而就在这时 就在众人以为尘埃落定之际 一阵狂暴怒然的大吼声 忽然响彻而起 那道怒吼 玄疾再将一道道的目光给吸引了过去 紧跟着 人们看到那道孤独趴在虚空 满是焦黑腐烂的身体 这一刻动了 动了 神武竟然动了 这么说 这场天骄之战并没有结束 神武 顿时间 山巫族天才神武 再一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只见他趴着的残破身躯 轻颤着 缓缓地在虚空之中挺裂而起 第1120张九雷队火柱 万众瞩目之下 人们见到那个被黑雷炸得满身烂肉的神武 站斗着身躯 缓缓地从虚空中站了起来 顿时间 神武刚才还有些弯曲的身形猛然间一立 仰天一声嗷叫 嗷 不败意志 在神武的这声仰天嚎叫之下 一个个人顿时被神武的这道嚎叫声所感染 他们从神武的嚎叫声中 感受到神武不败的意志 哼 不过时风望着那挺裂而起 仰天的常好的神武 仍然发出了一声不懈的横声 而就在时风的这阵横声响起之际 神武傲然挺裂的身躯 在这一刻再而猛然一个战动 嗷叫声停下 吼 就在这时 一股鲜红的血液 从神武的嘴中喷涌而出 而神武那具残破的身躯 这一刻仿佛彻底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朝着下方同样残破的大地跌落 尽管神武有不败的意志 但是最强的意志对他来说都已经无用 在九雷的伤害下 他已受伤极重 战力彻底地丧失 神武 见到神武掉落向下方大地 山巫族前首领巫河 旋即身形移动 往神武瞬移而去 神武 而另一方向的行骑 见到奄奄一席落向大地的神武 恨然吐出了神武的名字 行骑的身形也是跟着猛然一个闪动 急速一向神武 双拳紧握 暗道 真是天助我也 一时间 行骑已经满是杀意 嗯 就在这时 石峰的面目忽然一冷 望向那身形疾疑的行骑 这时 石峰右手凝结剑指 指向了他 本来在急速移动的行骑 这一刻一个闪动 在虚空中现出了身形 跟着 行骑满脸惊骇地望着前方 望向那道如神魔般的身影 行骑已经感应到 他已被一股冰冷的无形之力锁定 只要那股冰冷之力再移动 便可随时要了他的性命 您 为何 行骑面露不解地恭敬开口 问道 平日里高高在上 在洛山大荒鼎鼎有名的行风族部落族长 此刻面对那个人 有如老鼠见了猫一般 石峰开口 道 此人乃本少所败 本少所伤 没有本少的允许 谁都别想动他 石峰的语气 仿如在向行骑下达命令一般 是 我知道了 听到石峰的话后 行骑连忙开口应道 那人的话 他又怎敢违抗 行骑应声后 才感觉到那股冰冷的无形之力消失 随后他低下头 满是不甘心地望着往下掉落的神无 被那乌合接住 然后朝着山乌族人所在的虚空瞬移而回 哀 行骑心中一声轻叹 然后身形倒退了回去 石峰之所以放过神无 他本就跟自己无冤无仇 他想与自己一战 打伤他便可 也没必要要他性命 这时 石峰的双目载而移动 又移向了那道灰色的冲天火柱 石峰的双手已经截地成了一道玄奥古老的手印 这时 石峰再而一声低喝 救雷 现世 轰轰轰轰轰轰 顿时间 一阵又一阵暴雷的轰鸣声再次在这片天地尖爆响起 在那道冲天火柱的八方 八道岸黑色雷霆从天而降 轰 第九道魔雷 直接猛劈而下 劈向了最上空的那道灰色火焰漩涡 紧跟着 八方的八道黑雷齐齐而动 朝着那道灰色火柱奔涌 轰炸 一时间 那方的虚空 能量变得无比狂暴蓄乱起来 苍穹之上的那道灰色火焰漩涡 在那道暗黑色魔雷之下旋即溃灭 原本这灰色火焰漩涡 乃是太虚弩的炉盖所化 不过如今灰色火焰漩涡破灭 却已不见那太虚弩的炉盖 冲天的灰色火柱上 此刻暗黑色狂雷肆虐 渐渐有将那道灰色火柱给吞噬的趋势 而就在这时 狂暴的雷霆与火焰能量之中 爆发出了一阵如凶兽般的怒然大吼声 吼 找死 那道怒吼声下 一股狂暴的能量在而冲天而起 这时 那道冲天火柱及狂暴的暗黑色魔雷 猛然溃灭 瞬息之间便消失地无影无踪 许多人已经听出 刚才那道如凶兽般的怒吼之声 正是这片大荒之主 公孙太印发出 冲天火柱及狂暴黑雷溃灭之后 露出了一道魁梧雄状 怒发冲天 如魔神般的身躯 正是公孙太印 他的身前 悬浮着一个庞大的六足炉顶 正是太虚炉 原本化为火焰漩涡的太虚炉炉盖 此刻已经盖回到了太虚炉上 咦 火焰圣子呢 还有那条四头大卯 他们去哪里了 怎么只剩下了公孙城主一人了 冲天灰色火柱消失 除了公孙太印以外 已不见其他身影 火玉与那四头大蛇已经消失 咚咚咚咚咚咚 不过就在这时 一阵阵剧烈的轰鸣之声 从太虚炉中传出 太虚炉随即开始猛然的震荡 人们马上意识到 那火焰圣地 还有那四头大蛇去哪了 公孙城主 将火焰圣子跟四头大蛇 打入了太虚炉中 这是想要用太虚炉 将它们给炼死啊 那条大蛇也就算了啊 可是 可是火焰圣子的话 如果火焰圣子真的死在了 公孙太印手中 如若被火焰圣地知晓 那是涂了我们洛山大荒的 所有生灵都有可能 嘶嘶嘶嘶嘶 顿时间 一阵又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在而响起 以火焰圣地的强大 涂灭它们一个洛山大荒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如果公孙太印真那么做了的话 那简直是太疯狂了 给本做定 就在这时 公孙太印再而发出了 一阵猛然大喝 探出一掌拍在了身前剧烈震荡的太虚炉上 咚 一声震鸣响起 原本剧烈震战 像是在挣扎反抗的太虚炉 在公孙太印这一掌下 立即安静了下来 跟着 公孙太印抬起头望向那方虚空的石峰 冷然贺问道 刚才是你 打扰了本作的恋化 这一刻 当时风望着公孙太印时 心头呼声一种奇异的感觉 总觉得这公孙太印 与先前见到的公孙太印有些不一样 仿佛面对另外一个人 这一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